今天我们现场呢 来了一大家子人 这位女士呢 这几年心情一直不太好 当她站在我们厂下的时候 我都可以看得出来 她脸上都写着生气两个字 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我们先请她来做第一陈述 李女士40岁 河北人现居北京 兼职会计 你好 主持人好 孙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组呢 主要是解决一下我们家庭问题 我们家庭问题要说来 就得说从一结婚时候 到现在这是矛盾 是一点点积累的 这十几年 您今天来这里 希望怎么办 最关键的问题 还是我们夫妻的问题 她呢就什么事都听她妈的 她妈在耳边后边老说着 所以造成我们俩 今天的夫妻关系不合 其实她这个就是在挑拢 也就是说 您是一个由于婆媳矛盾 而导致的夫妻矛盾 对 如果没有这个婆婆参谎 您可能家过不到 今天这个样子 应该不会 因为我们俩之前 没有原则性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您的最终目标 是大家能够和谐相处了 还是各走各的路 因为孩子也这么大的 因为我们家孩子也很优秀的 我还是希望和平相处 你希望能够和平相处 对 你觉得她呢 那不好说 你认为她想跟你 把这个日子过到底吗 这我不知道 那我们来听听这位女士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让她这么伤心 掌声有请 能告诉我今年您的年龄吗 大概 40岁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时光 女人40嘛 正是最美的时候 也不太用为金钱而发愁了 生活也慢慢好了 可是却不开心 对 这种不开心 主要是源于 公婆参户了你们的家务事 对 所以你跟丈夫过得不够好 对 但是刚才我很开心的是 觉着您说到了 因为孩子毕竟那么大了 孩子也很懂事 所以你还是希望好好过下去 但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哽咽了 我心里也很复杂 也很矛盾 你告诉我 公公婆婆这些年 最让你伤心的一件事是什么 在我生命期间 让我丈夫逼着我离婚 让我丈夫逼着我离婚 没有不可能的 因为什么我提出离婚呢 从来没有跟我妈笑两个 从来没有笑 我当时的时候 我一件事就笑了 我不报 他不得记得 记得把小子 给他打架好 我留意是 一许他都没睡着觉 你这个病是属于感冒吗 不是 我在08年查证是那个 公颈癌 也就是说你现在是一位 癌症患者 对 李女士告诉我们 这对于当时 只有36岁的她来说 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 但是 令她想不到的是 婆婆居然在这个时候 唆使丈夫与自己离婚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如此绝情 婆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公颈癌分为好几期 我是早期 那还好 觉得挺幸运的 但是发现了公颈癌 于是 这个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 都是一个天大的 听上去很吓人的消息 但在这个时候 你丈夫跟你提出离婚 她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跟你提离婚呢 因为当时我在住院期间 她妈来了 在她妈走的第二天 她提出来的离婚 月一没水 月一这都是婆 月一没水 觉得这个过程 这样的话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你确认是婆婆唆使你 我不能说确认婆婆唆使 但是我只能说是 婆婆走的第二天 她提出来的 但是刚才你的前面说的是 她妈妈让她 在我生病期间跟我离婚 这是原话 可是就说在我月子里 也是她妈让她打我 她妈一边看着 我的认为就是这些 都是她妈在唆使的 没有不可能的 她说的不对 那么在你生病那一次 公公婆婆是来看你的 我不知道她是看我来了 她还是干什么来了 因为当时她们在来的前提下 我就跟她说了 不许带孩子来 什么叫不许带孩子来 带老二的孩子来 就是说你小叔子的孩子 对 来的前提我提出来了 但是她还是带着孩子来了 为什么带孩子来 因为我妈不识字 我爸给她送过来 送过来家里 已经没人照顾孩子了 因为我第一天要上班 在我手术的当天 他们没有去医院 在我手术的第二天 他们去医院了 从此就照了那一面 没有再落过面 我说了 我跟她说了一份 她有说这 说到的 又是不发黑的 又是我上脑部上 俩子池子的 她又不高兴 她特别爱生气 你这儿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就一单个脸 当时去医院的时候 您太就怎么样 我说你们为什么 带着孩子来呢 我当时我第一话 我就问她这个 为什么不能带孩子来呢 因为她不给我带孩子 因为我孩子让她带 说我婆婆给我三句话 带不了 怕干责任 怕累 那你说她带着她的孩子来 带着小叔子来 我能心情 我能好吗 她就因为这句话 记得那些说明 我可没说考虑 我说可不行 孩子退休 我说哪打不起来 在意 刚才孩子有点毛病 所以退休 问题是 小叔子是不是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对 所以 可是我 我当时 我们的生活条件 也并不好 看艺人上面 我在家带孩子 我不是说 生活条件 我是说 小叔子跟那个 公公生活在一起 有可能他们的感情 会更近点 可是你感情近 毕竟你没有给我带孩子 你们感情多近 跟我没关系 对不对 但是你别带着孩子 上我这来 但是如果让我一个外人听 那亲戚的孩子 不让带来 我这是在生病身 你是照顾病人 还是带孩子来吧 那那个孩子多大了 四五岁那样 就是说 如果他们要不带着 没人得看是这意思吗 孩子那两口子都在家呢 那也就是他们就是 想带孩子来北京玩玩 我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你觉得到底是来北京玩重要 还是我生病重要 对 当时在去医院 是不欢而散的 对 所以这有没有可能是 你丈夫提出来离婚的原因呀 那我不知道 只是那个时候 你气不打一处来 因为 但是我们 因为我在医院里 我不可能去跟他争场戒 当时他待了连五分钟都没有 就这么点时间 那你觉得待的时间短 是因为你给他脸色看了呢 还是因为 我在医院 我没有给他脸色看 我就问了他 我说 我说跟你们说了 不让你带孩子 为什么还带孩子来 后边就没有再继续 哎呀我都不敢跟我爸妈这么说话 不是说敢不敢的 因为我们就通过一次一次的矛盾 已经积累 已经升华到这种程度了 李女士告诉我们 她与婆婆之间的矛盾 并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 如今 与婆婆如此紧张的关系 就是婆婆一手造成的 刚结婚的时候 我跟他们也不是这样 就因为我的让步 他们得寸进尺 你像头一年春节回家 晚上因为我们回去的晚 发门锁明外来 不让我们进门 你说发门锁明外来 当年啥事 来着实话试着点了 菜脚来 完了当时呢 我真的一点点都没有生气 我还跟我老公说 我说呢 肯定生气了 完了当时我就翻墙进去 把大门打开 当时让他把车开进去 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没有生气 没有任何怨言的情况下 我一进门 我就赶紧跟他们解释 我说我为什么回来玩 因为当时中间可能发生了一些其他不愉快的事情 我一看不高兴 我扭推着要走 当时我公快意拍桌子 指着我名字 说你别走 这一晚以后我妈原话想说的 一会儿让我妈自己说了 我也不知道她想说的一句话 没什么没错 没什么拍桌子 他就说了我那一晚上 我一句话我都没说 声我都没坑 后来她妈说你们睡觉去吧 这已经说了我们一晚上了 等到回到我们那时候 我就觉得我特别委屈 那天我哭了一宿 我这样我一句话都没说 人就直到睡觉 我从那一刻我就明白 我不能再忍 但那是你们刚刚结婚的时候 对 结婚头一年 所以就造成后来是你来我往 你来我往造成今天这种程度 也就是那一次你把它放在心里了 对 你认为你是一个爱记仇的人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我觉得你要让你应该跟你儿子去让 你不应该跟我嚷嚷 对不对啊 这倒是 这绝对是 就是说处理家庭问题是有技巧的 你这公婆看来是处理的一般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 你公婆今天来了吗 来了 他们是昨晚在你家住的吗 不是 今天早起到了北京站 到家里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间是已经是很不和谐了 一见面肯定又会争吵 他们每一次到我们家 都会让我们是大吵一顿 我月子里 他上我们家来 我还没有出满院 因为我一顿饭没给他们做 让我老公打我 他有点夸张 这种火 这一杯水 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当时是那天是 他们家一亲戚来 他电话通知我说是晚上六点 说来人 完了我就跟他妈说 我说你去买点菜去吧 我和点面 再烙春饼吧 完了我就哄孩子睡觉 因为我生孩子是在冬庭 因为那时候已经是11月20几号了 完了我哄孩子睡觉我就睡着了 这一觉醒了是八点 八点我到那屋一看呢 他们家亲戚已经来了坐那了 完了我就问他 我说叔叔你吃饭了吗 他说吃完了 他说怎么看你那么冷啊 我睡着了没盖 我就煮了一口面条我就吃了 等到我吃完面条以后 他回去了 我让我回去了 回去以后呢 我就跟他妈说 我说你坐你们俩俩子去吧 我平时说这句话有毛病 但是我觉得我在月子里说 这句话没毛病 他妈就急了 你说烙春饼 我这人家春饼怎么烙啊 我没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低流去饼撑 我就给他 也没烙春饼 烙的饼 面吗 当时我忘了是炒了 一个赛炒了两赛了 你知道我当时那厨房那条件吗 那厨房呢 是在阳台上搭的一个厨房 阳台的那个下边是护栏 完了建那墙角 这块挡一块板 中间各一没气躁 大冬天呢 就那种情况下 我在厨房就给他们做饭去 阳台上没有任何 一点没有封闭的情况下 他说的这个 但是对于你来说 一个坐月子的女人 是非常怕见风的对吗 可以这么说 从那时候开始 我这腿到现在都没有好 包括我这手都特别机械性 不是说自己这么 像这只手似的活动那什么 这都是月子里 后来怎么发生打你了呢 完了这就是第二天的事情了 这第一天就很不愉快 第一天就很不愉快 第二天呢就是那个 因为有头天那是孩子嘛 我们俩可能就吵两句 当时我站楼梯口那 我们楼梯口那正对着 有一个柜子 那柜子也不是特别高 但是柜子底下呢 为了能搁点东西呢 一个角垫了一块砖 当时我站楼梯口 他往下走 我站楼梯上我们俩吵 当时我还端着一碗粥 那种情况下肯定都是很激动的 结果正好一脚踢那砖上 这柜子就要倒 我把碗一扔 我就扶那柜子去了 因为那柜子装的 全是这些碗筷什么的嘛 柜子没倒碗碎了 反正我就能听见说 但是听不听说什么 当时你是跟婆婆争执是吧 没有 跟她争执 跟她争执 我不知道她妈在说什么 当时我在床上躺着的情况下 就是 完了后来她一脚一船进去以后 撩沸子就打 她妈就在一边看着 这是我在月子里 而且刚才她那周团是书里摔的 那柜的你去 就我们可能铁柜不可能倒 似这么灰色呗 你说 对 叫她耍板 所以 所以 你认为是妈妈让她打的 对 你看啊 我刚才问了你几个关键词 比如说 你一上来就说 我说最让你伤心的事是什么 你说是 在我住院的时候 她妈妈让我们离婚 然后就又讲了一个 在我作业的期间 她妈妈让我丈夫打我 再有一个 为什么说我是她妈说的呢 因为我当时呢 做手术的时候呢 大夫说 因为当时考虑她还年轻 没有说整个全切 说先做一追切 做人追切没问题呢 说就这样 也有问题呢 再做第二次手术 结果做完以后呢 我是灵癌和腺癌 两种癌都有 说那必须得做第二次手术 但中间是事隔两个月 当时呢 就是出院的时候 医主是 不能下地 容易引起大出血 我出院的第一天 第二天 在吃饭的时候 她都会把饭给我 盛到桌子上 等到第三天时候 她就不管我盛饭了 她在吃饭的时候 给她妈把酒倒上 把饭盛了 盛她自己的 我跟孩子的她不管了 如果说要不是她妈的主意 她妈在一边做什么 那毕竟我是刚刚出院呀 那就盛碗饭都不可以吗 你当婆婆的 有你 如果说你要真拿我当孩子 能连碗饭都不给我盛吗 不会 但是确实我们给她盛饭了 ABC吃别的药不管用 就ABC 我说去给我拿几片药去 我说头疼 我就跟她说了 她说行一会儿给你拿去 结果还没等到 她给我去拿这药 她有事她走了 她跟我说了 她说一会儿我妈给你拿去 我说行 等到晚上是七八点钟时 她妈就跟我说 你要头疼 让我们轴里去给我拿药去 我就不信 你大晚上让你妈给你拿药去 你别给我闹你就闹 你又不要闹 闹了你这个废话的 她说什么呢 那天晚上我疼一宿 我没有吃这药 因为你说 在他们家我哪都不认识 给你拿着药了吗 没有 我就疼一宿那天 您刚才说 婆婆在你生命期间 让你跟你丈夫离婚 婆婆在你坐月子期间 让你丈夫打你 等等 就说一听这样的话 我们会觉得 这事做了的确是不妥当 老人怎么可以这样呢 但是呢 听完你讲述的故事 都是你猜测 就说你没有看到 婆婆直接跟你丈夫说 你跟他离婚 没有看到吧 你看到了吗 他也不可能当着我说 我就说呀 这些我没看到 但是有一句话 我是我听到了 他跟他儿子说 他这病根本就没事 那个08年是第一次手术 09年正月初期 是第二次手术 然后赶上过完年我就住院 这是就过年期间在他们家说的 说他这病根本就没事 你别管他 他得这病活该 婆婆亲口说出来的 这一笔说 绝对没说 这一笔说 他们这话怎么说呀 他都是他朝鲜的 他说我妈 他俩不能骂这个人 干话把话 就是让妈自己说吧 你怎么知道的 我儿子跟我说的 这话是当着我儿子的面说了 我儿子赶紧跑出去跟我说 妈妈妈妈以后 我再也不上他们家来了 我说为什么呀 你都这样 他们还说你 说什么呀 我儿子跟我说 但是前半句跟后半句 他是当着他儿子的面说的 但是后半句 他也曾经当着我面 也这么说的 也曾经说过 说过 这话的确太重了 这话你听完很伤心吧 我真的很伤心 李女士告诉我们 多年来 因为顾及着与丈夫之间的感情 所以即使听到婆婆这样重伤自己 她的选择也只有忍耐 可是自己的忍耐 并没有换回婆婆 对自己态度的转变 相反 日复一日 婆婆对待自己 越来越变本加厉 我就在生病期间 春节回他们家 还都得让我做饭去 他回家之后 他就往屋里 让这不再出来的 我难以的 家来人 你出来露一点 是吧 你看看 没说让他做饭去 我一样 跳出来 我门了 一撮出来 我再往里面 叫我 叫了我三次 我就不去 他越叫我 我越不去 当时就是这么一心理 当时叫了我 三次做饭去 你是病人 为什么他们家里 别人不可以做一下呢 我不知道 说我做饭好吃 我做饭好吃 那你应该考虑到 我马上就要做 第二次手术了 我第一次手术出院 就是医主 就是俩月不能站着 容易引起大水 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还让我去 给你们做饭去 完了 在我第二次手术期间 我成分 我丈夫照顾 确实真的很好的 没有问题 就是你婆婆没来的情况下 对 我正月初七住的院 正月十一 做的手术 我在种人医院 做的手术 正月十五那天 她妈给她打了一电话 从接完那电话 一刻起 就不再管我了 她说 她本着就 她知道 她老是认为 什么事都搞得 我妈在后面说 挺必要的 特别太敏感了呀 不是说我太敏感了 从接完那电话 就不管我了 我在没有拆线的情况 我起床 真的起不来 我让她拉我一把 她都不拉我一把 完了就跟我发 回家 她不在那待了 我说你别走 过两天我就出院了 你们家人 为什么一个人都不来 因为我在生命间 我根本就没有 让我妈知道 因为我妈都气势多了 身体也不好 承受不了这些 接完她妈这电话 她又开始跟我折腾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 你会觉着 你婆婆根本 就没有起任何好作用 对 如果说 要说前妻 她没有照顾我 这都 咱都可以理解 对吧 是因为接了她电话以后 她开始 也不在那待了 也不管了 反正不走 不走我也不管了 猜想一下 你婆婆跟你丈夫 说什么了呢 我不知道 猜想一下 我猜不出来 会不会是说 你别管她了 他们家人怎么不管呀 对我不知道 是啊 那我们再分析 就是说 为什么她接了一个电话之后 丈夫就会 180度大转弯 之前对你那么好 之后就连管都不管了 那婆婆到底说了什么 这些有甚至啊 我都没有去猜想过 不说不管 跟电话是有关系 你 你请 你请 叫她 咱远 怎么舍 怎么舍 都长了一个亮性 都长了一个亮性 今天 你丈夫见了 我婆婆 因为他们从外地赶来 赶到围前来录节目 没有去你家 没有 是你不让他们去吗 因为我们之前 根本就没有沟通过 你现在告诉我 是你不让他们进屋吗 如果他们去了 我没有说过这句话 我也没这么做 如果他们进去了 你会让他们进吗 我会让进 他应该会让进 但是他会甩脸 他脸色很好看的 这点面上是我还是有的 我做事不会说 这点面上是我让人指着我来说我 你不会不让他们进的 对 在李女士的叙述内容里 近是多年来 公公婆婆对待自己如何不公 自己如何地忍气吞声 那么在这场12年的婆媳战争中 李女士一直都处于被婆婆压制的状态吗 她是否也曾有过对婆婆的反击呢 这其中你对于公公婆婆 你做过什么过激的事情吗 就结婚头一年嘛 中间可能就是在说话上 可能我语言确实过激了 这我不否认 但是这都是矛盾一点点升级上来的 就你脾气大起来也挺大的 我脾气大都是因为这些年 我以前不这样 你脾气大起来也挺大的 我还没真要说 人家脾气大什么杂东西摔碗那种程度 完我只不试张两句完了不言声了 可是脾气大呗 说反了就反了呀 我反了喜欢他说是反了呀 咋也不知道这是鱿鱼味 他就无用故的才自己生气 我现在问您的问题是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 对于你公婆来说非常过激的事情 就是语言上 其他没有我就不感觉 就是你语言过激到什么程度 这留给他们说吧 为什么 我觉得还是就是说 自己说自己这个比较好一些 你觉着最让你 就是最让你丈夫伤心的是什么事 对于这一块 他肯定是在中间也很委屈的 也很不好办这一块 两头受气就是这样 今天你公婆来了对吧 来了 他们从老家来的 其实我觉得你们又没生活在一起 你还不像说那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公婆 实际上我们就始终就 从结婚到天就没见过几次 那矛盾就成这样了 关键就是什么呀 他老在他儿子面前正当 他曾经跟他儿子说过一次 就09年春节这次 我是亲耳听到的 说了我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在哪听到的 因为当时中午吃完饭 吃完饭我就走了 然后后来是因为点什么事我就回去了 因为他当时那门呀是这儿一月亮门 完了转过来是那厨房 我刚走过这月亮门 我就听见他在里边说我呢声音特别大 我就进去了 当时我走的就是声音就很轻了 就走进去了 走进去以后我就站正门口这块 我就听着他说 他爸是坐的是正好正对着门口 他一抬头就能看见我 他爸看见我以后就告诉他 行了你别说了 他妈还说 后来他爸又说他妈说 行了你别说了 他妈还说 后来他爸走了 他爸走了 他妈就还说我就还在那儿听着 说了那么多 我唯一能记住的就是说是 嫌我不做饭 我看见他来了 我才听到兄弟兄弟说了 就说他什么事 就这事 你好像从来在你的言系统中 没有我公公我婆婆这词 基本上都是他爸他妈 因为经过这么多事 就是说他们在我的心里 已经都不存在了 那你会不会跟你儿子说 爷爷奶奶不好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说过 现在我不能说 因为现在我说了 可能将来会影响到 孩子对我会怎么样 你小的时候跟孩子怎么说 我会告诉孩子 那个没有爷爷奶奶 因为当时我为什么这么告诉 因为我当时让他带孩子 他不给我带 弯了带着 所以我就告诉 人家就是爷爷奶奶 你没有 所以你就没有爷爷奶奶 带孩子是父母天经地义 要做的事吗 但是作为长子弟孙来 你能给老二代 为什么不给我们带呢 那是他的自由 真的那是他的自由 我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是因为我觉得 你刚才的话太狠了 你说你没有爷爷奶奶 老人还在呢 这话真有点狠 因为我觉得 我特别理解你啊 毕竟身体不好 再加上这些事 放到哪个女人身上 咱也受不了 放到我身上我也生气 可是呢 我生气归生气 我可能会转化为正能量 我自己做好了 我不用你们行不行 最后是我不用你了 我自己做好了 是啊 但是不用的过程中说 你没有爷爷奶奶 也就意味着 但是那时候在孩子很小时候 可是你想想这话 孩子想的时候 他会传话的 他会把你说的话 告诉他爸爸 告诉爷爷奶奶 那你想对方听了以后 这不计划矛盾吗 矛盾也是他们先计划的 并不是我先计划的 不管谁先计划的 就关键你要要结果 你到底想不想过这日子 你要不想过这日子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但是说着你没有爷爷奶奶 就听上去真的有点狠 我不知道这话 你丈夫会不会很介意 应该是很介意的 你们后来因为这事 提过吗 再 没有 他再没说过 没有 来推一下先生话筒 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刚才我说 说没有爷爷奶奶这件事吧 他倒是 我觉得你爱人有一个好处 他比较坦诚 就是说有什么说什么 就比较直率的那种 是吧 是吧 我顺利的性格 但是呢 这话我听了以后呢 我就立刻得说 我就觉得稍有点狠 你觉得呢 不光说这一种 他说的很瓜特别多 就他说爷爷奶奶 你没有爷爷奶奶这句话 孩子跟你说过吗 说过 因为上次 我跟我一位朋友出去 孩子那个 在车上 我那朋友说 你想爷爷奶奶吗 我们家孩子说 我没有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死了 当时给我气坏了 然后呢 气坏了你怎么做的 然后我就打了孩子一点价 你打了孩子 对 因为什么呀 因为他老教孩子 教孩子呢 但是我又管不住的孩子 我打了孩子两下呢 孩子 我们家还特别懂事 我现在没跟他说 过完几天以后 他跟他说的 而且还让他 不让他跟我说 他以后他也不那么说了 多大呀 孩子内容也有两三岁 我忘了多大了 还很小的时候 哎呀 你看看你们这把孩子逼得 一个两三岁的孩子 竟然跟妈妈说 你别跟爸爸说 这一个小孩子 多受伤害呀 是我们家的 还在这方面是 是 你们家孩子 我跟你说啊 你得小心 你们家孩子 将来青春期 肯定不好过 其他的狠话 还跟你说过吗 说过 一会我衣服 我给你秀 丈夫刚才说的话 说你有的时候 会口无遮拦 会吗 会 但是有的人 就可以忍得住 为什么有的人 就忍不住 你知道为什么吗 性格决定命运 您可能经常 看我们节目吧 看吗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就您遇的这些事啊 就真的都是 这么大点的事 都不算大事 但是为什么 我们会这么记仇 会把他这个仇恨 不断地放大 这肯定是双方 都不善于 去化解矛盾 都善于使劲 记着扣 越记着疙瘩越大 现在就变成解不开了 来 毕老师 您在娘家的时候 是不是妈妈比较强势 然后爸爸非常和善 不是说妈妈那大主意 有时候还是商量着来的 但是我们家的钱 都是在我爸爸管理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啊 到目前为止 记了十一条 你有八条 都是针对婆婆的抱怨 好像对婆婆 要求特别多的样子 感觉上是 有点像 跟自己的亲妈似的 那我想呢 可能是妈妈 原来在你们小的时候 给你留下的印象 是无所不能的 做人没有特别多的瑕疵 尤其做事情 可能是很周到的 相比之下 可能婆婆做得不大够 所以你对她要求很多 我感觉这位女士呢 性格呢 比较赶 北京话呢 叫比较笋 这就牵扯到一个性格问题 还牵扯到一个善良问题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您说的 婆婆不给我带孩子 我就告诉儿子 你的奶奶 爷爷不在了 那婆婆不带孩子 自然有她的理由 还不说权利 人家住农村 跟二儿子住在一起 您住城里 婆婆怎么给您带着孩子 您家有没有这样的条件 然后她要不要 弃家到您这儿来 她的生活起居 她的这种习惯会怎么样 这些您都考虑过吗 如果您是那个婆婆 您就会那么轻易地 就说我给你带吗 那还有一家人 那还有一片地 还有一大家族 我想当时肯定 这位女士是想过 把孩子放老家的是吗 对 放老家 放老家了 您有方便吗 不是 我说我们也没带过孩子 我说您看 您把孩子带走 奶粉钱是费用的 由我们来出 当时您要说 等大点再带 也是一句话 当时就给了我三句话 带不了 怕担责任 先累 你真要说别的了 我都可以去原谅这些 她也没说好 她说说了 她也没做 她说说了 她即使帮她救了来了 那这些事 她说说说 你也得救 可能双方都会觉得说 我也挺委屈的 你也挺委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矛盾 就演变到现在的话 让我们觉得 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 家家都会遇到的一些难题 常见病 对 这个就得从第一次 我给她爸开药说起 当时呢 这是她妈给她打一电话 说她爸血压膏 我去朝阳医院给她开的药 春节带回去 我亲手递到她爸手里的 我很刻刻意地 叫着她递给她的 当时我开药的时候 我问医生了 我说这那个嘴牙膏 需要注意些什么 当时医生说的是 那个少出烟 少喝酒 睡觉之前少饮农茶 我再把这药递到 他爸手里的时候 给了我三句话 不赌不嫖 就这点爱好 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 他就接了起来 他就接了一辈子 这也是他和这种 是无足意地 就说了这句话 你要说这句话 引发的矛盾 这还真得来 不是 你听我说 你看啊 我们生活中 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白老师 戒酒了 戒了 爷爷不抽了 不抽了 那您还活着干什么呀 这是玩笑 很多男人就会这样说 你说我这是 什么都不弄了 我这还 他实际上 他是那种 带有点玩笑色彩的话 这句话 我不相信他说的是 要跟着你去的 这句话不是说 那个开玩笑说的 是拍着桌子说的 想管我 我不赌不嫖 就是这点爱好 没什么没错 没什么拍着桌子说 我当时我记不太清了 老爷爷 我说了 往往这种情况 就是他不了解你 你不了解他 他这种说话的风格 你根本不摸底 直接你就把这当个事了 您在日后的日子里头 老人家这样的话 是不是没少说呀 关键 是不是 这一想都不用分析 不是说这种 就是说什么呀 他说的什么 说了不算算了 不说 李女士告诉我们 在过去的日子里 他曾经多次试着自我疏导 去理解公婆 去接受公婆的生活方式 可是每一次的结果 都是失望而归 我们小叔子结婚那年 因为那时候吧 他上班一约就挣2000多块钱 我们又得带孩子 又得租房 我也不上班 我们真的很接近的这生活 让我们给出钱 当时我就问了他一句话 我说那个 他结婚花多少钱呀 得两万 我说那我们结婚时候花2000 我说你给他花多少钱 那我不管 对不对 我说你知道我们这日子怎么过的吗 我说我们俩一冬天就吃大白菜 我们俩一冬天吃200斤大白菜 张狗拿手指着我 你废物 你无能 赶你走 马上就让我走 三十晚上半夜 你听没听过语柔课纲啊 就说首先呢 我们对于这个和公共婆婆的位置 在旧社会是不保护的 那么我觉得在新社会 还是应该互相尊重 应该平等的 你不能站在他上面 他也不能站在你上面 互相谅解 就说这平等的问题吧 我们家 他们家现在是 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儿媳妇回去 儿媳妇就得收饭 菜端上来了 碗筷拿好了 老俩往那一喝先喝起 不是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完了以后呢 儿媳妇就必须给每一个人 去盛饭去 你没听进去 徐律师的话的意思 您的性格是好多 那几位先生 婆婆 公公都好多 您是想我一个 把你三个人拔开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矛盾总要升级 您说矛盾升级的是赖他们 徐律师让您反思 有没有自己的 应该退一步 和缓一点 我想问您 您亲切地叫过婆婆公公 妈 爸吗 刚开始叫过 后来没叫过 第一次叫面说 给你说两个大娘 两个阿姨都没喝过 到现在两个妈都没喝过 我觉得徐律师刚刚说这句话 非常有道理 就什么叫以柔克刚 什么叫阴阳平衡 咱们中国人讲啊 包括咱们那个太极拳 看看软软的 我就把事全推你那去了 社会上就有一类人 是情商非常高的 你要仔细想吧 好事怎么都他战继呢 就是说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 他妈他爸 就是说这块呢 你看 我在跟您说话的时候 您在想 我怎么对答白老师 我想告诉你的是 您只要今天来 记住几句话 不管你跟这个男人 过不过下去 哪怕将来你自己生活 你还要跟儿子交流吧 你都应该记住几句话 刚刚我觉得徐律师这句话 真的送给你太对了 您那个硬碰硬 不服输 包括毕老师说的 家里边妈妈做主 或者说妈妈的性格强势一些 这些东西都是你身上有的 所以您现在要记住三句话 第一个是 你要想你家的情况 而且你要想你这样的性格 对你儿子的影响 第二个 他说以柔克高 第三个 我说那句话 你一定要记住 性格决定命运 您想想我说这话 有没有道理 好吧 您休息一下 我们来听听公婆怎么说 带着尚未解开的心结 李女士离开了演播室现场 当她与即将上场的公婆 擦身而过的时候 彼此形同陌路 据了解 这次碰面 是他们时隔四年后的一次会面 公婆与儿媳之间 究竟有多大的仇恨 会置于此呢 他们之间的矛盾 责任到底在谁 即将上场的公婆 将会给我们带来答案 叔叔阿姨好 知识好 知识好 你们是从河北赶来的 对 河北早讲一下 刚才这儿媳妇说话的时候 你们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我给你申一个 整个这个女媳妇 今天申的这些话 没这么回事 她就申有这么回事 婆婆没申 她申了 婆婆没申 她申做了 就是你们今天来 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来的 她说假的那些的矛盾 和解老师外 我就为了这样来的 抱着这个希望来的 是吧 嗯 嗯 不算是 阿姨您跟我说 刚才儿媳妇说那句话 你生气吗 我怎么不生气 好那您坐这儿慢慢说好吗 来有请二位 您觉得她是抱着什么 她会让她有对人听 我先问一个问题 你们俩谁当家呀 谁当家 她当家 都有这么说 外面都善良着来 她妈是瞎得的 她爸是娇娇 她爸对家呀 你们俩吵架吗 我没吵过架 这么多年没吵过架呀 一次都没有 吵架的神仕 就是偶尔半个嘴什么呢 中生没有 小时候有 但是现在还是神仕 那怎么就跟这儿媳妇 处成这样啊 嘿 你怎么说呀 你拿酒来老后那带气的 拿酒哄着她 她光吵着她 婆婆别喊这嘴 就是一嘴 婆婆公母给你动心眼 这下家来一个忙 一个爸 他没喊过我 说没喊过爸 没个这下家没喊过 我刚开始结婚时怎么没叫 那是眉毛对的 我可能不叫嘛 这个她刚才不是说 一开始是喊的 后来因为春节 他们回家回晚了 说这爸爸妈妈 把他们骂了一顿 主要是爸爸是吧 对对对 那次他们回晚了 您是批评他们了是吧 我是批评了 批评了很长时间吗 我主要批评的是小子 主要对着小子 我不同意 为什么说我要走 他派出的里 指着我名字你别走啊 你是指着儿子 那我应该走啊 对不对啊 因为嘛呢 我这个家族吧 有种一个程度要不一定呗 每天的三十晚上 我这大门 我们才小一门来好 跟胖一门说 应当聚会聚会的账吧 你必须把这个三十晚上 得给我错 也就是说三十晚上 必须要在一起过 但是他们出去了回来晚了 那天他们说出去 你这个家里 他这个风俗 他这个回忆 明白明白 所以这事让您气着了 对对对 但是您当时没有考虑到 这个儿媳妇的感受 对 也后悔 可是您过去了 儿媳妇没过去啊 他没过去 他没过去 我也后悔 从年以后 他又回去了三趟 也是头一趟 他结婚这些年 他又回去了四趟家 你问他我为什么 是他指着我 大三十晚上指着我让我走 就因为他这句让我走 我才走的 从那儿走了以后 我没回去过 以前年年我回去了 回了四趟 每次都不愉快吗 每次都不愉快 每次进一门 手里早上破碗菜 每次都是这样 每次都是这样 他08年生病那次 你们是来了的 是来了 来了他说 就坐了五分钟就走了 为什么 他不得劲的吧 我那大小子就给我打电话 就说娘 就说娘 他说他不得劲 就说是有点子宫癌 我那心里就叫了快难受 一会儿我没生过睡了 他就还能让孩子都没笑 他说他要是有好点的 明白 您心疼这个孩子们 心疼孩子也心疼笑 对吧 他不说话 我不敢起 我过来跟小子打电话 我说你们那小小子还得上校 谁给他酒杯来 谁给他看孩子 我说你问你回他上班 我能去呗 我小子说我问你来吧 你们我这里说吗 他说跟他看下咱咯 他又不就居然有生气 咱别家什么都没人了 他们多大吹啊咱就走 是吧 总共说他不是就没事了 也就是说你们来是想帮着带孙子的 对 对了 他说我的小小子 认到那个小子来了 那个孩子来了 老爷爷好几岁了 他就非要跟人来 跟人来吧 其实他说不叫带孩子 我跟人家都没嫁 他没提醒人家 我不知道 我就把孩子带来了 没有人跟你说不让你带孩子 没有没说 我什么 我前提就是别带孩子来 我上医院里 看他去了 到那里看看他 我给了他撒起来回家 我说 你出了院 你没得吃吃你痒痒 给了我生气 包饭来吧 给我不服 就是你们去医院看看了 我去看他去了 看的时候愉快吗 不愉快 我没事 他就不愉快 他为什么不愉快呀 他就有倒过这后障 什么后障啊 就说一恰不给他看孩子了 没给带孩子 是因为那三个原因吗 他说的 什么嫌累了 或者是 倦意没用 孩子才日十天 他坐院子里 才日 小孩出公司 不是我就来了 他说叫他 你把孩子带走啊 他还没妈院里 认识多情 没妈院里 他说 主席我出 你把孩子带来走吧 那孩子怎么不消 我说那孩子 要是有点毛病 要是有点好歹 就说 俺哪大去了啊 我就说这个 他就挤了心里了 你不是说 不给我带孩子啊 我永远不叫你家 永远我不叫你家的孩子 我问一个事啊 我问你一个事 当时 二十天的时候 他就让你把孩子带走 你觉得他是 真的想让你带走呢 他还是想 借此机会找你一个茬呢 咋子也没 咋子也咋子 弄不清 弄不清 就是肯定是二十天的时候 他想让你带走是吧 反正还没埋怨了 还没埋怨 他就用一年回隔七隔 他就帮我娘走了 他帮我娘回落脚去了 他说 您怕担责任 是不是 你怕担责任啊 我还在说笑话里 但是您 您是不是也怕 怕担责任啊 您是不是怕担责任啊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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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弄不留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你说咋老九 省着个房子 没路子 你说 有没拿起 有冷 人家呗 还给我给他们说 没叫他们会有 我跟你说吧 老姐姐 林姐就是十年了 你想想二十天 你当妈的舍不得了 我当时是说 出满满月孩子大的时候 原话是这么说的 我可能二十天让你再 从我的角度上 作为一个母亲来说 能可能让孩子二十天就带走吗 他真纯属交情 孩子一岁了 他想叫你带走 你给他带不带啊 他要把孩子领了家来 我就带 他愿意带了 愿意是吧 我可以愿意的 那你怎么就带前面那个孩子呢 就是那个老大的孩子 为什么呢 是小儿子的孩子 小儿子的孩子 因为吧 我一说 他前了这个孙子的时候 我们的日子还没结婚的 我老爷们抱着这些地 你挺明白 我总说这些地 他也没说 我叫我上这里来给他看孩子 是吧 你要是把孩子带老家去 我不能说不给你看 你说是吧 二十天有可能让你带走吗 阿姨我想问问您啊 您跟您这个二儿媳妇 出的怎么样啊 这二儿媳妇吧 这儿媳妇吧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一定冒断没有 相处得非常好 是吧 相处得很好 是吧 没分酒 没有分酒 对 为什么没矛盾 因为儿媳妇就说的 还牺牲我一个幸福大家吧 把他娘姐 爹都给气死过去 这是我们柔里亲口跟我说的 我给您问个事啊 您还记得刚才这位女士说 你儿媳妇 儿媳妇 她说那个柜子倒了以后 你跟你儿子说了说话 然后儿子不是就跟他打架了吗 你听我说 两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 我告诉你 这个柜子弄倒了 他不太高兴 你可千万别省气 你省气 我们跟这怎么弄的 这是一种内容 我说的是你的话 还有一种内容 说儿子 他把柜子弄倒了 他还不管 你给我进去 打 这两种是哪一种啊 一种也没有 一种也没有 你告诉我 第一个大众 你说什么了 我也没说 我不能说 叫我那孩子去倒了他去 你两个 侦察哥去倒叫吧 你肯定是跟儿子说话了 是吧 没有 他抓着一碗面条 对 抓着一条 我那日子 笑了露几了 他就飘了 他就甩了 弄了一碗面 他就甩了那了 我就当时吧 我也挺生气 挺生气 我也没给他倒说 起来我说 你甩甩去吧 我也不管你 刚才后来他说 要是我妈妈在这里 就出不了这些事 要是我妈妈要在这里 就得把这面条 也得摔着着吧 就得快点倒说了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儿子回来以后 你跟他说什么了 我门儿没跟他说 我也不能说 挑着俺是 和他倒叫去 我觉得这也是 你说 可是你到底说什么了 门儿也没说 我不能说 叫他倒叫 门儿也没说 你说的内容是什么 门儿我不记得 我发了不是叫我小子 打叫去 但是你提不可能说 儿子你跟他离婚 打他 对 因为你没说过 他没说 但是最起码他打过的时候 他在边上看你的吧 他并没有阻止 他儿子说你别打了 对不对啊 他得一下拽儿子 没有任何表情 我跟你说吧 打小子吧 就开出族 我说 他光混那小子隔起 我以后在 跟他孩子严厉 那个小子还坏不坏 听懂了吧 就是其实我在分析 老人家更多的是担心 儿子要跟他打架 给儿子自己压力了 对 其实妈妈知道 儿子和儿媳妇 要是吵架的话 我不心疼你儿媳妇 我还心疼我儿子呢 所以说他未见的是 告他去打他吧 我相信妈妈可能 更多的是安抚儿子 但是儿子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越生气 越生气 越安抚他越生气 可能妈妈是那种 安抚水平 不是很高的那种妈妈 我也没文化 我也不印字 我也没啥我笑 所以你知道我是听你说话的 知道知道 知道 别着急啊 来推一下这个先生的话筒 现在你的妻子说 有两件事 是让他非常非常不能够 就心里过不去这劲儿的 第一件事 他生病的时候说 父母不让他带那小的那个孩子 为什么要带 来了以后 说为什么第二天才来 五分钟就走了 走了之后 妈妈就让你跟他离婚 有这事吗 不是我妈让我跟他离婚的 嗯 我妈在前后吧 一共一个月在这待了 期间呢 她那个没给我妈好脸色看 不管怎么说老人来伺候你了 哪怕你不说什么 不叫 那都无所谓的事 你起码对于有个笑脸吧 我相信妈妈不会这样说 但是呢 就你这做事呢 可能也不够周到 我也不会办事 如果会办的话 今天走不到今天这一步 我想知道啊 就是你这个妻子 你认为她属于记仇的人吗 嗯 怎么说呢 应该也算吧 她有的时候记仇 她有的时候 她应该算是记仇的人 嗯 就她会不会把有些事 就打死忘不了了 她反正我们俩 如果一吵架 她从开始认识 开始那事 一件件跟你说 说到最后 这个很多女性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 这个人哪 可能 尤其女性啊 一旦吵架 尤其是跟婆婆这边的事 尤其跟坐月子有关的事 她都会记得非常清楚 但是刚才这个先生的回答呢 让我一下子听到了 一个善良的男人的 那种分寸感的把握 她再犹豫了一下 就是要不要说妻子 是说那种绝对记仇的 她再思考了一下 她这一段话 她记仇还是不记仇 要怎么回答主持人 就说明她还是 想尽一切办法要客观 我想问一下叔叔 这个今天早晨几点到的呀 今天早晨五点五点八 五点半就到了 十一天 坐在晚上十一天 就嘎到横嘴 哦 那你坐的是卧铺还是硬坐呀 我坐了一个坐 她还没坐着 是啥票来的 她那块子 得就地上坐着了 那就说您一夜没睡了 啥睡了没睡觉 为什么 一说她们有道路爱的 我那心里就难受 我也睡不着觉了 你对 啊 叔叔您多大年龄了 我59周岁 啊 你才59周岁 我60亿了 学岁 啊 59周岁你儿子都40了 媳妇打学 他们笑 啊 他们还是 媳妇学岁41 小子学岁36 那也就是说 你儿子和这儿媳妇是姐弟恋呀 我小子随时笑 他随时打了 他小子起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你和那个媳妇之间啊 发生的事情是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发生的 就是我们会 一个人 说不出离了就不喜欢她 我觉得你们是彼此不喜欢 阿姨我想问您 您为妈不喜欢儿媳妇 不是不喜欢 一句话 一句话 您就只能说一句话 他经得要找个餐 一句话 您为妈不喜欢儿媳妇 你这说了吗 他找个餐干就不喜欢 他说啥了 他就啥了 你也有毛不清 他那鬼律 啊 阿姨 他说啥了 他喜欢啥了 他说啥了 他就啥了 你说每年回春节回家 我把那 你说家里预备的东西都预备好 来了 过家里咱就说 我妈也别给我买 我家里都预备好了 又是牛肉羊肉猪肉的 是吧 妈的菜预备好了 回来您吃 只喜欢就 我就十句 别回来哥 起早餐 我就十句 喜欢活的 我说 他那么心里那么多 那么巧 我说 你怎么就把他杀死了 你说你来到习惯会儿的 咱把人家过了咱都习惯 该给你妹儿给你妹儿 你有吃了又拿着 你说该动不好啊 那刚才其实说到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您说了一句话 你这个小子 就你的儿子小 所以你媳妇把你这个儿子给 就拿住了 用普通话说 就是拿住了 是这意思吧 他那结婚吗 他才认识啥 他就认识我了 那当然你同意吗 不是吧 但是平时是跟他儿子说 他没有跟我说 你知道吧 刚开始说 以后了我坚持了 他已经同意了 我是 他敢说的 我又不同意 他没愿意 我就说咱不会 他们婚一辈子 是吧 他们婚一辈子 我说能婚一辈子 你愿意 所以刚刚毕老师就问了 说是不是从开始 您就看这儿媳妇觉得别扭 对了 你说这也是怎么回事 实际 他从这一顶婚 从一回上个家去吧 一个大娘也没喊过 一个阿姨也没喊过 他根本他就没敲情啊 他就没当 让我当回事 他心里面 没把您的婆婆放在眼里 对了 就是你们婚事 他就没办法放在眼里 他是成立人嘛 对 那是弄存 他是成立 我没有这么觉得 我要瞧不起 因为我跟你儿子结婚干嘛呀 董女士告诉我们 尽管自己不是很喜欢 这个比自己的儿子 大五岁的儿媳妇 但是考虑到儿子愿意 自己也就不再反对 可是在以后的生活中 这个儿媳妇 没有给过自己 一天的安生日子 经常找出各种借口 跟自己大发脾气 就说我外面儿 我说他几点儿得 是吧 俺这家里不是管家的 都去出去喝酒去 是吧 他说他脑袋疼 俺这小子就说嘛 他说娘 他说你给他拿点药去吧 他脑袋疼 我说哦 我还搞着药的 我一句就想说我不报啊 我可有门儿说门儿 你是十十九晚上 那个搞着药的 我说俺那儿媳妇 我说你少我脑袋疼的 你去回他脑袋疼去吧 俺那儿媳妇说 俺那儿媳妇说 他说他不去 我一会儿我后来药了 我说他不去 我还给他去 我就喊啊这媳妇 我说你咋去脑袋疼去 你不是说脑袋疼啊 你猜他说了个门儿 他说我又没发烧 你回家我去走门儿的 当街有路灯 我说咋就这本咋了人 你也出去门儿去是吧 他说你又不是说不能出去 你想说去哪里哪得药 俺当村的 俺本村的有 看病的 有卫生室去看 对有门儿的 他说你远给我闹 你就给我闹 你不给我闹 你脑里也不想个废话的 这是他说的 哪那么多废话 对 他这么说就没办条件 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 不是 因为有这么说的呗 太阳两句 俺就不吓死了 你不能这么说 把他家编对不对 俺这媳妇这小小子 他妈就说 小子来咋睡觉啊 就叫他睡觉去 俺这小小子说吧 俺不去 俺跟着俺奶奶睡 你这小孙子 哦 他说嘛 他说你看 俺就说俺这小小子吧 你看他多好啊 有奶奶有爷爷 你看说俺这大孙子 你看你没奶奶没爷爷 没着瓜你 背正前背这个小叔伯上校去 没着瓜 我也没念事 全是活八道 我家根我就没这么说过 你没说过 我没说过 他后来他又说 你看他在楼楼叫多好啊 有毛毛病喽 有人跟他有 在这里睡八道啊 我说你说娘 我说俺不给你拿去 俺回你拿去 你不去 俺也吃着药的 我说俺也熬着药的 年轻了俺熬着药 俺没吃俺就冷了 俺生气了 俺敢吃药的 俺就冷了 你不你要是再跟娘 要是跟娘 要是跟你回你 说你拿这药去吧 你就说跟娘废话啊 我说你不你瞧不起 所以您焦急了 说他不记得 在婆婆董女士 向主持人诉说自己的 满腹委屈的同时 一直在观察室中情绪激动的儿媳妇李女士 向身边的编导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我能上场说吗 我能上场说吗 李女士告诉我们 场上婆婆所述内容与事实不符 对于婆婆前来调节的目的 她表示怀疑 为了使这个家庭的矛盾不再激化 编导在极力地安抚着李女士 然而在观察室中所发生的这一切 场上的公婆以及主持人与专家 毫不知情 我问您个问题啊 您估计您这儿媳妇现在听说您说话 听说您这一段话之后 她会怎么反应呢 反正她是恨爱 她说的完全是话 都是实话 对对对 只要我可以这样的 刚才女媳妇 没这回事 你说你就说这回事 没这回事 她就说这回事 就下边 来推一下这儿媳妇的话筒 这位女士 来了 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 来吧来吧 就在主持人想要与观察室中的儿媳妇 进行现场连线 证实公婆所述事件是否属实的时候 李女士竟然自己主动走到了台上 那么李女士的主动反场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是内心的委屈急于宣泄 还是另有隐情 面对李女士的主动反场 现场的公婆 另一观察室中的丈夫 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很长 请坐 哪句话被离世实 包括说我那个什么从来没叫过他们 你说可能吗 我第一次我见你叫的叔叔叫的婶 对不对 我不知道 我没记得叫叔叔叫婶 一来上了什么事 就咱交情就都上了五里了 就上了五里了 都拿小子上五里了 说三小子上五里去吧 就上了五里了 你孔子 你孔子没个哈 咱要是奔着解决问题来了 咱解决问题 要奔着矫情来了 咱就别解决了 再有就是说拿药这个 是不是你到我那屋 你要吃药你自己拿去 不是 你要吃药你要让二样给你拿去 我晚上没出去过 对吧 我就不信你在你们家都让你妈拿药去 这话是这么说的吧 当时是我在我那屋 你走过去告诉我的 对吧 我没有 我没上个人家五里去 我捐干人家的媳妇 你要小心我就 咱就别再往那说了 捐干人家的媳妇 我给她甩了 我说你去 给我扫清拿药去 你们当下是这样 有不是说 你有不是说 不用说去 我跟你说 咱今天来的是解决问题的 对了 我觉得就是什么呀 咱说话实事求是的 包括您说 就是说带孙子 说我那个说没爷爷没奶奶 那时候我肯定没说 当时我是这么说的原话 当时那孩子要跟您睡觉 对吧 对 我说你看大脸有爷爷奶奶奶疼疼 我说儿子你就没有爷爷奶奶疼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不是说没爷爷奶奶 我是说的是没爷爷奶奶疼 你觉得你这个公公婆婆疼你儿子吗 从那个生完孩到现在 没给我们压岁钱 就第一年给了50块钱 他回来这么个气这么生气 这一年不是 就是说 你不严 你不是生病的这一年吧 不是你远 就说回来 咱说我带你来带了一绝对 你远回来 回来了 我回去以后为什么不高兴 前提咱得把说为什么不高兴 咱先把这个原因理出来 当时我孩子上学是8岁 对吧 上学去需要坐车一个多小时 这是您知道的 对吧 您要走时 我说您别走呢 我说您再待几天 我说孩子还小 又是冬天 对吧 让他一人坐车上学去不放心 我是不是跟您这么说的 我留您 您就说不行 家里有好多事呢 这事那事 你就必须得走 完了你走完以后 完了是你亲口跟我说的 你到家以后 带着老二孩子去你娘家 待了20天 原因起因是这个 那你说 带大孙子 在没人带的情况下 大冬天的 天又黑 坐车坐一个多小时 那会儿孩子8岁 您都不带 您回去又带着老二的孩子 去您娘家住20多天 我能不来 小小子上一上 有日本的 我回去带他认识天 这是您要说的 不承认 我跟你说 您就不要 这句话是您亲口跟我说的 你说我亲口跟我说的 就说我有妹 我走 我跟安家大小子说 我就是说 躺着平静不好 说法来又法来 但是在你走之前 你说你那鞋鞋底舌了 我当时是生病期间 刚出院对吧 我出去坐公交车 给您买了鞋 对不对 对了 您是过妹妹鞋了 人家不是不是 你就好了 没事了 你不是做会计 你就整天都掉了 做会计了 我能出去 我为了生存 但是不代表我病好 对不对 你说 我说要是 我要是躲在 哪有胖上法的 他就说 待起来不走了 你有跟你说交情的事 不是说待起来 是我一直在挽留您 我说您别走 对吧 我说要是 小子你给我说 要是多长时间 看着 就是不会高兴了 你给我说 叫我 我就走 我要是说走吧 你每一次都说 我都在挽留您 对不对 你说挽留 就是全家都在那 坐院的时候 那去了你这回 你帮我娘回来了 这就是你指了一回 为什么 你儿子打我时候 你站旁边 你说过一句话没有 咱不说起因是什么 就是说你儿子打我时候 你站旁边 是不是看着 你没有拽你儿子一把 没有拽你儿子一把 没有 你两眼在屋里 没有 我请着两眼都落里 我请着两眼都落里 我就过去了 你一直站旁边 我过去了 姐林队 你早不是地产间 你就应该说 他种时候 他确实他没眼 我相信他 你儿子在场 你问你儿子呀 你教我论子说 来 赞助我说吧 赞助我说 你儿子打他 您管了吗 我怎么也没管 他还管 当时我还也能卡住 我罪他了 我罪一个水小子了 他罪他真的 别着急 别着急 来 别着急 来 他女儿 我说 他一会 别着急 阿姨 阿姨 他一会就说 他病了 我替您说了 腰尘了 您回去指问我 你回来为什么不爸爸 不问你爸爸 那个病了怎么样了 我说我不敢问 因为上次他病了 我给他开药 他拍着桌子给我喊 不堵不嫖 这点爱好 你怎么还拍桌子 决意没什么灰色 你们都不承认的情况下呢 我说了做了 我敢承认 你们为什么不能承认呢 咱既然解决问题来了 对不对 我是承认 你这讲个拍桌子 我走门拍桌子 你好意好意 你地不地的 我一进门以后 我要走完了以后 你拍桌子 指着我名字 你别走我不睹不嫖 这点爱好想管我 不是还会 不是还会 你是你那图 当回去 你们都在 还没结婚 你还没结婚了 你还会 上去 上下来 等会 太乱了 好了不说话 先不说了 我算发现了 你们家里面肯定阿姨强势 这我想打断您个话 可太不容易了 先生 你好 哎呦我突然觉着您这日子过得不咋地啊 从他结婚到下在 现在该你儿子说了 嘘 该你儿子说了啊 阿姨 顺人气顺人气啊 该儿子说了 对您就在家里玩玩 您要是有我这样吧 他就发不起火来 是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我不但就我公婆就别说了 我爸我妈我都这么胡了着 这得了呗 其实有时候啊 我也在找我的原因 我也在找我的问题 回去以后有时候呢 我也确实想高高兴兴地回去 但是回去就是什么呀 就每次回去就没有找着一点家的感觉 就您 我跟您说啊 你就是太想把他们当家了 没错 你就 我就想回去以后就当父母似的 那么对我 哎呦我比如说 哎呦我想吃什么的 比如说咱有时候会在父母家 妈你给我做点什么去 永远找不着家那种感觉 没错 刚才有一点表现的特别好 上来的时候你我他他他 过了一会儿就您了 紧接着改上老北京的您 过了一会儿就您了 后来有点乱 又是您和你一块儿用 您想解决问题的态度是诚恳的 好 来先生 先生您好 刚才看了这一段啊 我说实话挺无奈的 但是呢 在刚才这个过程中 起码您爱人呢是摁得住的 起码我摁得住 但您妈妈我摁不住 我想摁不住的原因呢 也有就是语言可能 就是我说普通话 他说家乡话可能有点不通啊 但我想问您一件事 当时你在那个 就做完月子那一次 跟你爱人动手的时候 你妈妈在旁边吗 说实话 在在在 妈妈拉的吗 我妈就抱着我的胳膊了 拉了 你确认吗 确认确认 没有 拉了吗 没有 你看到了吗 那是拉那一把是什么时候拉的 当时他我在床上躺着呢 撩背就打 打完完了我就坐床了 我也动不了 动不了完他就他这就打 那完了最后我一把抓住他手了 完了我咬以后 这时候他妈赶紧拉回去看那手去了 哎呀天长你这流血了流血了 他是这样 是这种情况下拉了他胳膊 这个 他说他们老两口一辈子没吵架 是这样吗 那我不知道 就你 你跟他们在一起有听他们吵吗 没有 没吵过好 这应该就是实话 然后他说他们跟小儿子相处十年 关系也很好 为什么很好 他得说前提结婚的时候 您就告诉我 是这样吗 咱自己先把前边说了 才能说后边很好对吧 小儿媳妇刚结婚的时候 人不会做饭让人做饭 做出来饭是生的 生完以后他们不吃重新做 重新做完第二顿还让人做 人不做他让儿子打 打完以后人跑回娘家去 儿子跑人娘家去 折腾闹离婚去 这么让人儿媳妇才认得 完了以后才到现在 这时间的和平相处 因为有前边才有后边 我决于你们会死 我等别着急 这挺好的 你损一损 你损一损 好了别着急 那也就是说 那个二媳妇跟我说的 好就是跟你说的 他们去闹离婚 闹完以后 这二媳妇服软了 对啊 那也就是说 你干嘛不服软呢 可能我的个性也在这吧 是啊 所以就是说 假如说 你刚刚说的都存在 那即使是那样的话 他闹离婚了 为什么后来这十年 能够和谐相处呢 你自己也说有前提 前提他们闹了 闹完以后和谐相处了 因为他认了我不认 所以 为什么 我又说那句话 性格决定命运 关键是你不认 如果你高兴 也就罢了 如果说我不认这事 但是我不认我就开心 也行 现在是你不认 你比他们还生气 我给你形容一下啊 刚才你离开这个现场的时候 我心里面 一直在想一幅画面 我说一下我的感觉啊 就是我一个外人看到你 感觉就是一个气球 使劲吹气鼓鼓的 哐哐哐就走了 我当时就想 我要是有一根针就好了 我哐一扎 你这气一泄 你这事就解决了 今天就是要看这些老师们 能不能给你找到这个 泄气的这一根针 如果找不到 你这气球越来越大 最后就爆炸了 你明白吗 你这气泄不了 你就炸成碎片了 扎一个针 虽然也是伤害 但它是一个小眼 你明白吗 它是可以弥合的 它是个小眼 我实在比那个胶布粘上 这个气球还是能吹起来的 但你现在的状态是 你就使劲在绷着 这两位老人 咱说句实话 咱们都有父母 如果他不是你们的公婆 就这两位老人 他们说三天没睡觉了 昨天晚上坐着硬坐来 咱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 朋友的父母 我是这么想 跟老公 跟他们家有任何矛盾 咱零儿得做到 哪怕我跟老公说一句 你爸你妈来 别进家 我没说 我就这意思 但是 你不能让老人受罪 五点钟来 咱没那么早 你给他们开个酒店 让他们在那先住着 但他没跟我说 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办事的方法 如果你老公跟他们说 今天我说 咱们就凑合一下吧 我媳妇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突然说 非得给安排在酒店 你千万别老眼光看 说不定我媳妇去 谁在说之前 愿意做调整了 她妈妈她跟她爸 她肯定会 心情就不一样 她今天对质的状态 表达的状态 她都会有变化 我觉得他们都想奖礼 都想和好 尤其婆婆 她有一个愿望 说 这儿媳妇我想对她好 怎么就摸不着她规律 都有点想讨好她 结果呢 不按套路出牌是吧 找不着她规律 不知道怎么去好 那么儿媳妇呢 还是一个想解决问题的愿望 所以我觉得到这以后呢 我反而倒觉得 这事不难 真的不难 因为你没有抓住脸皮 没有恶语相加 没有这个攻击指责到凶狠 甚至这种出言不逊的地步 都没有 而且包括外边的先生 还是想和好 所以我觉得 你们真是 比我想象的 那个善良程度要高了 尤其这个儿媳妇 开始我觉得 你这个是不是够善 现在我发现 你这个其实 还是有所收敛 有所顾忌 有所认识到自己的部署 你刚才带出一句话来 说那么我也知道我有的地方 我一听说了半截 那实际上也在反思 自省 我觉得这就是 最好最好的态度 我觉得白老师说这一点 非常重要啊 就你现在就是 你身体又不好 尤其你这病 特别怕生气 怎么得让自己好受了 这是最重要的 来 各位 刚才看过这一段啊 我经过一通的这个安抚 现在都比较安静了 各位的感觉 我们在这个北方地区 这个婆婆 尤其是这婆婆一看 就这么传统啊 您可能会喜欢说 这儿媳妇到了家得听话 当然咱不是说 旧社会那儿媳妇要当牛做马 但是在这个家里呢 起码对婆婆 你得有点权威感吧 都是我大小子 和我这一口子 不在家喝酒的时候 她才回我嘎家子来 要不为妈 我怎么老情的说这些话呀 她怎么不甩 她都不熟了 她们回头给我嘎家子 这个老妈妈 您看您就是急脾气 怨不得您儿媳妇会跟您对着干呢 有些时候咱就得先听完对方讲什么 有些时候我们人说话就是这样 我刚讲两句 你就赶紧反驳 说不是这个意思 但您还不知道 我后面接着想要说什么 可能你跟这个儿媳妇之间 就存在这么一个矛盾点 其实你们可能都没有互相之间 来真正的有耐心去听对方讲话 也没有说真正的说静下心来 就说想跟对方好好的去处这个关系 所以这就产生很多的这个矛盾和差异 我先跟媳妇说一句 如果你想改变婆婆 俩字没戏 我也知道没戏 你最好不要有指望 因为你只会失望 你越指望多 你失望就越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把你刚才所有的 你认为和媳妇之间的不愉快 包括你跟你先生之间的不愉快 我把它总结成这么几句话 第一就是她干嘛对我不好 对吧 你都一直在问她为什么对我不好 她干嘛对我不好 第二个不是你说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是你的潜台词 就是我希望她对我最好 为什么 因为你不断地说 你的婆婆对你不如亲妈好 她对你不如对二媳妇好 她对你的孩子不如对老二的孩子好 然后她和她的儿子和其伙的 怎么样的欺负你 这个是你所有刚才所有的抱怨都在那里头 可能大家会发现在你们的相处的过程中 各自都有问题 比如你的一点不好 惹起来她的更不好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 有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一开始你俩都没看对影 一开始俩人就彼此不喜欢 而婆婆对你的不喜欢 我可以给你找到特别确凿的证据 首先她在那个所在的那个地方 她秉承的那种信念 你比老公大她不高兴 然后呢你呢气势又比较盛 她就一直觉得她儿子爱欺负 所以只要她有机会 她就巴不得替她儿子采一采你 而实际上呢她又觉得 我觉得她感受出来了 我也能感受出来 你从一开始没看得起她 你可能会觉得 以她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可能比较好对付 但是没戏她非常凶 她在家里满凶的 所以她根本就没打算 在气势上输给你 于是你基本上就是 从一开始一碰头 就一直在彼此杠头的这种状态里头 一开始吧 你心里面特别着急你 就包括你一上来那种状态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你看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 这么年轻就生了病 就心里面特别为你着急 但是刚才我看到了希望 就在那样吵架的过程中 你竟然还在说 我们是来为了解决问题的 吵是没有意义的 这些话给了我们一线阳光 徐杨律师 就是说从儿媳妇的角度 因为我也是儿媳妇嘛 是吧 就是对公公婆婆呢 你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你只要嫁给这个人 那她自然就是你的公公婆婆 自然就成立了这种亲属的关系 所以我最想送你一句话 就是接受你不能改变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公公婆婆 不是特别难相处 因为你不是天天在一起 共同生活 所以的话呢就是 你稍微调整一下 过年过节礼上往来 这个礼数做到了 你比方说过年 她就非常讲究 这个三十的时候 一定全家人团圆 所以你们回去晚了 那个是二十九不是三十 三十完十 好 刚才这块 齐武将能 齐武将能 就是他们讲理 但是他们在对事实的 基本认定方面 有很多的误会 很多的误会 较真 说不到一起 而且绝对自己不受委屈 不受委屈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俩没了客情 对 所以彼此不受委屈 不为对方忍着 就这块的问题呢 我跟先生也聊过 我说我跟你们家 没有任何瓜葛 也没有任何关系 我说我之所以 跟他们有关系 是因为她的存在 我才跟他们有关系 我在他们那受委屈 没关系 我说我就要的 你一句安慰的话 我什么是委屈都可以 但是她妈说什么 她到我这执行了 所以这就是 也是一个矛盾的激化点 这个女人 她已经开始 想尽一切办法 按照我们的想法 在努力调整 做调整 她这种使劲呢 我们能看得出来 但是老人家呢 她也不是不做调整 她现在还不知道 以什么状态 才是你们最需要我的状态 而且我觉得 她们两个 今天只要有一个人 能调整 这问题就好办 对 好 阿姨您别说了 因为我知道您要一说吧 咱就又出问题 现在大家都想解释 其实解释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们就这些事 你别着急啊 她刚刚说的关键是 她们俩没过好 主要是儿子和她没过好 你们又不天天在一起生活 对不对 所以你们就弄个安心就得了 看看她跟这个丈夫之间 有什么问题 好不好 这样我再说一句 刚才说我那个 一共就回去四次家 为什么 因为是03年时候 她半夜指着我让我走 30的晚上夜里12点 因为从那时候 我才开始不回家的 是有这个起因的 没事 你就是回三回家 拿手指着我你走 是这种情况下 前面的原因是什么 前面的原因是什么 她儿子那年要结婚 让我给出钱 我说我结婚花了多少钱 她结婚花了多少钱 我结婚能花两千 她为什么不能花这么多呢 我说你知道我们这怎么过的吗 我说我们俩一通天吃了200斤大白菜 指着我告诉你 那你无能你废物 这不话跟着又往下说吗 告诉你走 跟出来的这句话 咱不是来解决问题了咱说了 其实吧我就说 我她的孩子们 不计臭不计娃 我就说 自她们混得好 我就喜欢 她们在外边混得 她们在家里 她们混她们的 我说这些年了 我混得要我一份钱不 不要说这些 你在你儿子耳朵边上了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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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过好吗 我小子一年回去 人时就回去 从事想到那里 从事宝上北京来 这些年一年一趟小 人时就过上回去 啥事在家里带他 初一带他 初日就说她老娘 去出啥 上座酒 你想解决问题吗 上座那里 我小子在这 在这住家里 连个人都没回 我带成课我 对 阿姨你想解决问题吗 是啊 想解决问题吗 很多事情不用说 我们都能明白怎么回事 因为我们这些嘉宾老师们 他们在这长期做节目 您只要说三句话 他们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 所以您别生气 我觉得您现在这气球 还大呢 好不 您先休息休息 休息休息 我们听听她跟她丈夫 出了什么问题 好不好 从李女士与公婆的 场上表现可以看出 主持人与专家老师的 这一番耐心疏导 似乎并没有化解她们之间的矛盾 李女士与公婆的情绪 一直都非常的激动 为了不再激化这个家庭的矛盾 主持人决定对她们进行分头安护 有主持人亲自在场上安抚李女士 编导在观察室中对公婆进行安抚 那么事情的结果 会按照我们想象的发展吗 她们之间的矛盾 能够化解吗 在录制今天这期节目 我跟每一位老师都说 我说这位女士身体不好 大家说话的时候一定要留情面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理解 其实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 摆到这里 我会觉得有的时候太较真了 真的太较真了 我也觉得是 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就要的 我仗的一句安慰的话 一句道歉的话 这是我最最关键的问题 这是今天最最好的一句话 你现在的状态 是今天整个状态中 最好的一句话 然而就在此时 场下却出现了突发情况 由于之前在场上 李女士与公婆之间的针锋相对 致使公婆的情绪非常愤怒 公婆决定放弃和解 停止录制 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徐阳律师说的一楼克刚 其实我在家我也是跟她这么说的 不只是在这儿这么跟她说的 我在家我也是跟她说的 但是你要看在什么情况之下 如果你是在前面我什么都不说 只说老公你以前的事咱都过去了 我就在晚上就说我们俩聊天的时候 我就跟她这么说的 不是说在吵架情况下说的 我明白 但是出了很多事以后 你现在你自己认为你幸福吗 我不幸福 我很孤独 为了帮助这个家庭 为了化解她们之间的矛盾 为了让她们同时和睦 场上主持人在耐心地疏导着李女士 场下编导也在极力地安抚着公婆 婆婆认为自己为了和解与儿媳之间的矛盾 连夜从恒水赶来 诚意非常明显 可是场上儿媳完全不理解自己的一番苦心 并且对于自己的解释也置之不理 这让她非常怀疑儿媳的目的 尽管编导在极力地安抚着婆婆 可是婆婆的情绪还是很激动 你觉得你内心快乐吗 不快乐 你为什么不能让我看到你的眼泪 尽管公婆的情绪非常的激动 但是在编导的耐心安抚之下 公婆的情绪渐渐地恢复了瓶颈 她们表示愿意坐下来再尝试一下 结婚前你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吧 可以这么说 28岁的时候嫁给一个23岁的小伙子 你好有勇气啊 因为那时候我们天天在一起嘛 都在一个单位嘛 一直是做财务 有时候她那会儿司机嘛 有时候出去什么 会顺便的让她帮我办点其他的 什么私事什么的这些 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慢慢慢慢慢慢我们俩这么接触的 其实当时跟她的接触就是什么 觉得人挺老实的 也挺本分的啊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俩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原则性的问题 其实她得杀杀可以拉呢 其实是咱们说完 说离婚就都给她说说吧 真正说是离婚 到每一趟那一步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有年龄的差距 那会儿真没有感觉到这块的问题 你知不知道一个年龄 就是男人比女人本来又成熟吧 我是说心理的成熟 然后你想你28岁他23岁 我就觉得他可能对很多人情世故啊 这些东西他都不是特别懂 而且就看你们现在的关系 当时他应该对你很好 对不对 还可以 对啊 就说两个人的过程中啊 一定是一个人会压着另外一个人一点 就你从心理上是稍微压着他一些的 要不然的话 最初可能不太杆杆公婆这样 最初的时候 她特别生气 你这儿婚子怎么回事呢 她一单个脸 这是她们婚的好处 人就是这样 人就是这样 我们经常说啊 你如果说从来互相都没敢撕破脸 前迈那一步 这个永远在那边上呢 但大家还就是心里边能过得去 一旦撕破了就很麻烦 要不妈的脑子听讲 你怨什么了什么了 这些年你们结婚这些年来 你觉得丈夫做的最让你失望的事是什么 您是觉得很难回答 还是太多了 还是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 那也就是说你跟丈夫关系还可以啊 有没有啥说 以后都好了不好啊 对吧 所以我会觉着 这位女士 你办错了一件事 就是你把这个火把发错地了 你把这些所有的就是你认为的事 你都夹在了那两个老人身上 其实你跟你丈夫完全可以过更幸福的生活 结果你这么纠纠纠结结的生活了12年 可以这么说 对呀 把你孩子都国家里回去了西西化化的 都做成份国家里 是吧 多么好啊 真的是你看 就碰到那种真的不讲理的婆婆 我们是真见过 哎 但那儿媳妇挺好的过的 开 她没当回事 我跟我丈夫就行了 我去那儿 我就装五天 反正一年就去五天 我就装 有这样的儿媳妇 但你没有 你太认真了 她就这么对待我 我这儿就来说 背着你一条东西 趁着这里没啥 就把叔叔伯带着都醉上了 从来你有跟我妈笑脸过 我觉得这跟你职业有关系 一板一眼 哎 你肯定做这样从来不错吧 可以这么说 呵呵 你看 你做事就是一板一眼的 这个跟职业有关系吗 我觉得有关系 但是更多的是性格 我同意说的 性格决定命运 嗯 那么徐扬律师讲了 以柔可刚 可是我看到这位女士的时候 她身上的温柔似乎少了一点 包括注意到她的裙子 我就刚才问这个苏琴作家 说这个裙子属于 她说是抱我 所以这个给我的感觉 如果我是她的先生 我就觉得不行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太厉害了 因为就是我穿衣服 就从来就说没有说我应该去买什么衣服 我都是违货逃行 但是我觉得您今天来肯定是经过精心考虑 我都是违货 没有 我家里家外就这一条裙子 没有第二条裙子 所以你看刚才的过程中 就是这位女士吧 就是您真的挺好的 有一点就做事特认真 但是呢 这个认真吧 有时候过头了之后 就较较真了 她不是因为她就走乱了 她俩为人家 你看你跟你丈夫 我在问你 这么多年来有什么特伤心的事 她说想不起来 她一定想不起来 是因为刚才 你问她丈夫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的时候 丈夫犹豫了片刻 那就说明 其实丈夫 在跟她这些年的日子里头呢 一直还是不想伤害到她 或者说丈夫对她在意的程度呢 远不如我们想象的 因为她们这么多的矛盾 两个人是不是已经到了 这个完全不可以 在一起过日子那种程度 所以说她们两之间 互相留有余地 这只能说明她们缝隙中 原本有的那种爱呢 还真的没有丢失的很严重 而且刚刚我说那句话 我不知道你上心了没有 我说这么下去 你儿子将来青春期很麻烦 你上心了吗 我可能上心了 你担心吗 我担心 我相信你跟丈夫 都应该是很爱孩子的 所以我就发现 自从我说了那句话之后 她就变得平静了很多 回头儿子说 咱能喝和母母了 以后喝好咯了 咱死就是为了我们 要母爱的 能告诉我 为什么我一说儿子 你会这么难过吗 我儿子真的很懂事 很悠久的一孩子 你的眼泪里边其中还包括了懊悔 因为孩子在那么小的年龄 就充当了一个用掩饰来生活的这么一个角色 那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不知道孩子从小如果这样活着会多么痛 现在你要把所有的精力 不惜一切代价 要挽回你儿子曾经 在这样一种家庭状态下 带来的损失 现在我看你哭得特别特别的上心 来 我们听听先生啊 你好 你好 听见了 你有看到你爱人哭成这样吗 看到 他浑身发抖 你知道他为什么哭成这样吗 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因为孩子吧 应该因为孩子 平心而论你觉得他对孩子好吗 好 非常好 对 非常爱这个儿子 对 所以这才是他今天来这里想调整的初衷 对吗 对 先生您愿意帮我上来安抚一下您的妻子吗 好 可以 妻子的眼泪唤起了丈夫心中的怜惜 面对在台上泪流满面的妻子 丈夫周先生应主持人的邀请 来到了节目现场 这个在观察室中等待多时的男人 在场上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对于妻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他又将怎样悬横 来先生 能帮我安抚一下吗 先问一个总原则 你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吗 我觉得如果调整好的话可以 这是你今天来的一个最初最初的目的对不对 对 你也不想让孩子失去爸爸或者失去妈妈 是 对 孩子现在成为你们俩心中最柔软的东西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在这个家里面生活的幸福吗 哎呀不太幸福 不太幸福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两人老吵 画面中的这个12岁的男孩 便是李女士与周先生的儿子 尽管父母感情不合 长期争吵 但是他仍然在这样的环境中努力着 通过与这个孩子的交流 我们了解到 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一直觉得 只有自己努力学习 不断的变得更加优秀 才能减少父母之间的争吵 为了这个愿望 他一直努力着 我们好好地学习 好好地学习 爸爸妈妈 我们都特别习 我们一家生能好好的 孩子不说 但是孩子什么都懂 他都能看到 你们吵架的时候孩子怎么办 孩子不言声 孩子什么都不说 你们会当着孩子们要吵吗 因为我们那屋就那么大 有时候不可避免 原来吵现在基本都不怎么吵 都是打冷战 这里就是李女士与周先生的家 平时的话我们就在 就在这儿办公嘛 这个桌子嘛 只会是孩子自己吃的 就在这儿学习 做作业什么的 这两个桌子都是办公的地方 冬天的时候吧 孩子住上午 因为夏天孩子的上午比较热 来人的话在外边 外边那个那个 外边沙发上 有时候就打地铺 地上铺点东西 在地上去挤一挤嘛 在这儿 这儿鼻鼓就冲劲了 在这儿挤一下 不知道父母打冷战的时候 孩子是最痛苦的 尤其现在12岁了 你们可得引起注意 真的是最危险的事 马上进入操心状态 我想知道白老师 您的孩子 青春期的时候折腾吗 很折腾 小的时候折腾吗 小的时候很乖的 就很乖吧 他其实孩子就是这样 小的时候我记得他说过一次 小的时候很听话 但是青春期怎么折腾的 您能举个例子吗 他就是出现了一种 思想要独立 行为要独立 这时候呢 可能父母管的又多 那么这时候呢 孩子就想反抗 我是男人 我要独立了 我要长大了 你也是个儿子 对 那这时候就出现了一种什么呢 父母对孩子的心理不理解 那么孩子呢 有苦 有他自己的思想 他又不能完全表达出来 这事就非常非常的危险 就可能出现什么呢 一个是说消极抵抗 一个是公然对抗 还有一个是早恋 对其他的朋友 男性的朋友 他希望交友 异性的朋友 他可能更需要 这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危险 我想知道 现在孩子怎么样了 现在进入一种 比较好的状态 现在孩子有二十岁了吧 二十八了 您看看我跟你说啊 当年我印象非常深 白老师那个时候 孩子青春期好像还没过劲呢 之前很通话的一个孩子 然后从十几岁 一直折腾到我认他的时候 孩子都二十四 二十三二十四了 十年呀 把他们夫妻俩给装上惨了 但是连工作都找不到 做那期节目 不是连工作都没有 现在他已经是 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 在大学教 教对外 教外国人汉语 那个期间 那也是因为他是白老师 他是社科专家 他有这个知识 他爱人也做了很多努力 假装懂过一点 这个心理学教育学假装呢 就他们全家人 费了十年的努力 才把这孩子扭过来 那么你们有没有 他们那样的条件 和他们那样的知识储备 如果没有的话 你要想接下来 遇到的问题 所以今天 调整也得调 不调整也得调 明白我意思吗 先生 明白 好 那女士您先休息一下 带着对儿子的满腔懊悔 李女士离开了演播室现场 主持人的这一番劝说与举例 对这对夫妻会起到作用吗 面对这个即将破碎的情感 场上的丈夫 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当时爱上了小姐姐 当时没考虑这个年龄的问题 我们当时因为在一块 感觉都比他有感觉的问题 没考虑 其实从来没考虑 到现在我也没考虑过这个 没考虑过 没有没有 你们有过幸福的时光吗 有过有过 幸福时光大概有多久 两年三年 三年 对 接下来再十年全部是不愉快 对 因为积累嘛 越积累越多 现在你们平均多少次嫁 吵架 现在他急以后我就不严生了 不严生就是谁也不理谁了 因为他脾气很暴的很急 特别容易急 他急的时候会动手吗跟你 不会动手 他是什么呀 比如说他做着营养工作 做做这事想起来了 哎呦 这什么 他就不高兴了 急了 我这还不是怎么回事呢 他就急了 他急了会喊吗 会嚷嚷 声特别高的 那也就是说你的儿子从小是在这样的 嚷嚷过程中长大的 嗯对 但是频率也不是太多 帮我推一下这位女士的话筒 你好 你好 你好点了吗 好多了 你知道 因为你身体的情况 我特别怕你难过 理解吗 我理解 嗯 所以我就特希望 你来这做节目 不管什么情况 你状态能好一点 而且你要从现在开始调整自己 好不好 嗯 嗯 他说你们幸福的时光差不多有三年左右 你觉得跟你想的一样吗 一样 你也认为那是幸福的时光 对 他跟你动过手吗 动过 严重吗 严重 严重了什么程度 等于第一次动手 是那时候我怀孕四个月时候 当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们来吵两句嘴 当时我还在床上躺着 起我身上就打 结果到最后孩子造成那个发育不良 流产的就 哦 你们还走过一个孩子啊 对 先生有这事吗 他说是因为这个我不承认 但是以前我们动过手 动过手是什么呀 都是我打他他也打我是这样 我从来没还过手 我的头子可不保调 那时候都不承认为他打我 对 他的脾气不是不还手的脾气 这是第一次 当时打得很吗 当时两个我打肿的 当时我在床上躺着 他起我身上打的 您不知道他孕妇啊 他说这我现在印象不深了 但是肯定以前我们是动过手 有过这事吗 女士 有 你确认 后来孩子走了 对 这么大事您都能忘了先生 我知道 但是孩子是没有了 但是他如果说是因为我和他打架 然后是还流产 你不认可 我不认可 好 第一件 第二次什么时候 我怀孕那个七八个月时候吧 又是怀孕 对 完了那次他打我 反正已经打死一个了 完了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就是我坐月子里 完了中间想 我就记不太清了 肯定还有 最后一次就是 今年的6月27号 这个前提就得欠着我 从我妈住院说起了 完了当时我们正开着车 因为当时我妈住院 在306医院做的手术 走到那以后 我说应该找找忙代 我去问问去 因为我妈后背老疼 她说那个别去了 给我妈接过来 接过来以后 到时候看我就喜欢了 因为前面就说 在我妈住院了 在要费什么问题 她已经到在我妈出院的情况下 她已经跟我当着我妈面 已经翻翻过这问题了 我说我敢吗 我说我妈刚出院 就躺床上去 开始翻翻这要费的钱 我说当时我妈就 我妈就刚刚出院 她就这么翻 我妈就一日就躺床上就哭 我说要不然 你也挨一刀去 我给你十万 我说这话音刚好 她一把就揪着我头发 摁挡棒了 摁挡棒那儿了 这个就是6月27号 一把揪下来的 她当时那个是 这手扶着方向盘 这手抓着我头发 她抓了以后我摁挡棒那儿 然后我就不动 完就嘴里开始骂 我一句话都没说 完了以后 我这迷糊的掉下来的 她为什么放这块呢 让她看看 这是你打我的证据 李女士将掉下来的头发 放在镜子旁 每天时刻提醒自己 这是丈夫 对自己施暴的证据 这不免 让我们对这对夫妻之间的感情担忧 当时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家 钱什么都是她管的 她管的之后是因为什么呀 她妈住院嘛 住院花了十多万 十多万 我们是金山的 我们是出了六万 又是什么呀 我说 我从来没有我自己考虑过 我说你 也是话话话 英文老吵架嘛 她有时候老说 我妈照样大了 老子那么说 我说你妈住院 我说咱能掏六万 她说我妈住院 你能掏这个 那什么吗 她以前她英文说过 她说你爸你妈我不养 我不管 我说你不管可以 但是我必须要管 她说我也不让你管 我说为什么不让你我管 她说你又不能管 是这样说的 反正也就是因为这句话 但是打那天没有 没有因为这句话 上我们家去都是他们家的人 我们家人基本都不去 她没法去 她老是她脸是拉成的 别人怎么去啊 谁也不是说吃不上喝不上 上你们家来 那谁爱看你的脸色嘛 所以 那天吵架也是 从医院旁边过 然后她已经回家了嘛 我说 让她过来 让待会她看一眼 她说她怎么能过来 也是那样说 我给你吃饭 你挨一刀什么的 后来也是急了 我就抓她头往回一拉 我先摁一下 她并不说那什么 就是救救后来也没事 这位女士 你好啊 我想知道假如婆婆真的生病了 老了以后 需要用钱 你会一分不给吗 这个问题呢 我肯定会给 但是你可以问问她 她每次都说我 说话老对着那么狠 到时候你不还得管人家 你就那么贱 这是她常说我的一句话 您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管 会管吗 会管 所以我发现 你也挺不会说话的 是有时候我说话是一个人 但是她平时老说 再说钱都在她手里 当时我真一点办法没有 我爸妈岁数越来越大 需要用钱的话 我一分钱拿不出来 你说我这儿子当的 也太不像话了吧 试着头发一把就抓过来 您觉得您很威武 没有没有 当时确实是 确实是 我觉得您这个从文明程度 从修养 从起码的一点 这个做人的这种 基本的道德来讲 为我们男士丢了不少 但现在男女都平等了 对 这个太伤人心了 刚才那个女士说那句话 嗯 说她经常说 你我什么别管呀 当时人真用的时候 你能不管吗 你就见 就这先生 她说这话吧 我发现她情仓也够低的 没有 我没说过这种话 说过吗 女士 这种话是什么情况下 有时候那个 说别人的事的时候 完了可能就说 中间发了点矛盾 我就会说 我以后再也不管了 等人用到我时候呢 完了我又管 她就是不是说态度不好 是我们俩开玩笑似的 她那么说 说你瞧你就是见 说的呢 到时候你不该管人家 还是管人家 她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媳妇这人呢 怎么说呢 算比较热心肠吧 别人跟她有什么矛盾啊 她一句话一带就过去了 就得我父母这话呢 她老是忘不掉 我们听出来了 我们听出来了 为什么你爱人认为是婆媳矛盾 大与夫妻矛盾呢 所有的矛盾出现在 你爱人较真 然后你还不让 顶着了 顶了十几年 所以王老师 王维念老师老说 情商比智商重要 告诉我心疼爸妈吗 心疼 那么大年龄了 做 你和爸爸刚才说 凳子底下垫了块报纸 做过来的 我听完我就心里难受 你这当儿子 你把爸妈接上以后 咱就说今天早上 五点多钟 接上爸妈之后 到哪了 我送孩子上学 然后是 我爸妈接着 就直接上这儿来了 带爸妈吃饭了吗 他们吃饭了 他们在哪吃的 车站 是你在他们吃的吗 他到了以后打电话 我先吃点饭 以后我过去接你们 稍微等一下 一对六十岁的老人 三天没睡觉了 这儿子有没有想过 我接上我父母 我先附近开个小房子 让爸妈先睡一会儿 如果今天早上 你要是那么做了的话 你太太会不会不高兴 肯定会不高兴 你之所以没做 你跟想让她高兴一点有关系吗 不是想让她高兴 比如说我妈来个电话 她肯定问 你爸打电话又干嘛呀 老是这样 其实什么事也没有 你客观地讲 你妈妈有过一次 或者有那样的语言结构没有 比如说我看你这个人啊 就是就是就是惯他 对不对 我要是你 我我我就 我就跟他接 就这样的话 妈妈曾经有没有说过 应该是说过 但是我接不太轻了 意思是说 对 意思对 所以说其实你太太的感觉呢 并不完全是都是猜疑 因为根据你母亲的个性呢 她有的时候 她容易为了自己的儿子 她容易冒出一两句过激的话来 是 因为她就心里所致 其实她得杀 其实她怀疑她 她猜测她 她怀疑她呢 这个东西 她都是有一定的依据 只是她们把这件事情想成唯一了 她不愿意过多的把问题 从你身上找出来 于是她把基本上属于你的问题 也强加在母亲这里的 但是在你母亲的语言系统中 一定给她提供过某种依据 所以说你们家的问题还是需要 有一些问题要端出来的 我们不能把她所有的问题全盖上 这一概了之 他们这个家 我感觉啊 核心矛盾还是第二位的 夫妻矛盾是第一位的 十多年的夫妻 其实也是老夫老妻了 那只有两三年的幸福时光 其实是很短暂 那么可能从这个炙热的爱情 到亲情这个过渡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你妻子可能为人处事 或者是处理家庭这些问题 不是太得当 也包括有你的问题 还有这个父母这方面的问题 导致了这个感情的越来越激烈 但是我觉得在你身上有两点 那么在女性的角度上来讲 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一是打媳妇 她的确很厉害 但是你不能武力去解决 武力去镇压 这是绝对不对的 这是你的错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你在中间呢 也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另外有一个最伤人的时候 在她生病的时候 你跟她提出过离婚 如果这两种情形出现的话 我觉得对这个女性 是最致命的一个打击 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反而给她这样一种 严重的打击 所以呢 她脾气会越来越暴躁 甚至会做出一些 这个不理智的行为 什么能够改变你们之间的关系 只有付出更多的爱 更多的关怀和体贴 才能改善这种关系 这是一个根本 我对于你们家的事情 我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你 基本上是个纸老虎 而你妈妈是你的替罪羊 这个家里问题最大的人 所有的问题的根都在你 而你其实只做了一件事 就把你们家一盘齐全的给打乱了 你只是非常坚持的 非常贯彻始终的 做一个看似很老实 很有原则 但是其实是极端大男子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人 而你老婆其实是怕了你 为什么 我的证据是这样的 是当他说到 孩子在家里不被喜欢 他在家里不被喜欢的时候 他说他自己不被喜欢呢 他感觉他自己是窝囊 所以他有气 说到他的孩子 在家里不被喜欢的时候 他特别哀怨 但是一般的情况 就是对于大部分的女性 一说到我的丈夫 对我拳脚相加的时候 一般的女性都会又哀怨又生气 可是呢听上去 他在说到他挨打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他很轻快 他很轻快的谈这件事 他说到这件事的时候 感觉像是个本钱一样的在说 就是他打我 语气是这样的 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恨你 你打他他不恨你 但是他把他用轻快的语气 拿出来当事说 是因为他在你这儿 他觉得他没有其他的优势 他跟你在一起生活 他气有点短 我想可能是因为年岁的问题 然后再加上 他跟你妈妈的相处 整体上失败了 他觉得他在你们家不被认可 然后你们家正在逐渐的影响你 他觉得他的家庭在受到威胁 要想改变你们家的味道 这位先生 您得先改改您自己的味 对于这个女人来讲 她现在其实最最害怕的是失去 她会害怕失去孩子对她的爱 她会害怕失去老公对她 从心里的那份在意 她现在在处在一个极度的恐惧中 她摆出了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 实际上她是在守门 她在怕所有的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冲进来 于是她把这个门看得很紧 但是她又清楚地知道 这扇门真正的钥匙 不拿在她自己的手里 于是她在恐惧中 度日如年的熬过门中 于是她才非常恐惧地来到这里 希望我们救助她 尽管她是一个特别害怕别人说 她的人 但实际上她清楚地知道 这已经是剩下他们家 唯一的一个希望 就是寄希望于这几个老师 其实她清楚地知道 你的妈妈并不能够把她怎么样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害怕的是 你的母亲在用另外一种方式 破坏着这种有可能的幸福 因为她知道这份幸福 对于她来讲已经非常微弱 所以说如果你曾经爱过这个女人 你应该拿出一点精力来关注她 本身对于男人来讲抬手打女人 这是一件多么不地道的做法 更何况在这份表述当中 我听到了她对你的在意 当然看得出来 您对她的这份在意并没有丧失 只是你在无奈的情况之下 用了很多不正确的手段 来处理家庭矛盾 所以说真的 救救这个女人吧 因为她真的挺可怜的 来帮我们把妻子请上 刚才我们在说先生的时候 你觉得大家说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 有道理 关键是问题在你老公这儿 走到今天这一步 她最起码占到90%的责任 你看啊 前面这话说的对 后面这个吧 就有点问题 来王老师 当人在得理的时候 聪明的人就会假装让人 就是你一下就 嘎就给她来90%吧 她从心里她就会挑 我得说她叫什么 如果你说 其实你们说的很对 但是我老公也不容易 她就会挑怎么赞美你的 怎么夸奖你的 怎么给你找出一个 你不容易的理由 人就是这样 就是当你把所有责任 都推到我身上的时候 我就要反抗 当你把责任都拿到 你身上的时候 我就要觉得 自己的自责内疚 这人就是这么一个 算账方式 维念老师啊 讲的有道理 道理在哪儿 就在于他的思维 毕业老师讲的有道理 道理在哪儿 在于他的思维 这几位老师 可能比你们二位 思想深度深一点 广度广义一点 为什么 你们出现这么多问题 条理不好 也在于思维 您刚才说话的方式 就在于一种 思维方法就错 思维方法 对 所以他的行为 对 您调整了思维了 我觉得王老师 就不用出现了 我也不用出现了 都 听讲的时候 一定要听进去 这个不容易 包括先生啊 得听进去 悟出点道理来 然后不用等别人讲 自己就可以 自己悟的很多 自己就形成了 这个很正确的思维模式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给夫人调 给母亲调 给自己调 就调得很好的了 但是要让别人去教 永远就不会 自己没有悟性 永远不可能成为聪明的 智慧的幽默的 然后把问题处理好的人 不可能 我老强调的是学习自省 你得看点书 听点广播 然后听点专家的言语 然后自己呢 把自己丰富起来 都是一抓头发就要打 那是最最无能的表现 我觉得这二位啊 他们其实身上有一种东西 就是说特别坚持自己的那一项 而这种东西呢 我觉得其实结婚过日子 在一起生活 更重要的是一种妥协 我不断地向对方 做出一些让步 但是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 我倒觉得这个先生 可能他要坚持的东西 会更多一些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姐弟恋当中啊 这个女性本身 她就会有一种 这个比较弱势的心态 所以我们经常看 这两口子过日子 好像是这姐姐挺厉害的 但是确实这个姐姐 很多时候就是纸老虎 我是表现的挺厉害的 但是我内心当中特别虚弱 但是这个弟弟呢 往往看完之后 就说你看这姐姐多厉害 她说她越厉害 我越要跟她叫着干 所以往往在我们的 这个生活当中 在这个姐弟恋的 这个婚姻当中 这女性活得 觉得自己特别的辛苦 而这种辛苦呢 就是说让对方传递给 她传递给对方 对方也感觉到 是一种辛苦 会跟姐弟 是我们的内心状态 是出现了问题 但是我特别认同的一点 就是说这位女士 尤其是她的年龄 包括她的疾病 尤其是这种种的原因 你掺杂到一块之后 让她有一种 特别不自信的感觉 对 其实我们之前就发现 这很多的问题 其实特别好解决 然后您说 婆婆没给你看孩子 包括婆婆一句话的问题 说实话 这话如果别人跟我说 我就忘了 但您为什么记那么清楚 对 您觉得我比她大五岁 我呢很多时候呢 觉得我都在妥协 都在让步 但是她们家人还不够尊重我 其实这位女士说了很多很多的话 最终落脚点 其实就两字就是尊重 她其实特别渴望 这公公婆婆一家人 把她当成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但是她就没换来这个 所以我觉得她其实也认不多 但是就恰恰这一点点尊重 我觉得先生您能不能满足她 哪怕就是哄哄她呢 可以 但是您要尊重 不是靠下午的地方 其实男人最弱的地方 就是什么呀 就是怕温柔 你只要心平气和 你只要柔情似水 男人没有不听不服的 一上来 说第一印象的时候 白老师就说 你太太看着有点梗 梗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不顺利 就是她活得不是美滋滋的 活得皱巴巴的 已婚的女人 我的感受 已婚的女人如果活得皱巴 是因为她老公不宠她 就在老公那儿不得宠 就是这个女的呀 她一辈子 就想让一个男人 把她给捋顺利了 给捋平了 但是这个男的不惜得理她 这个女的就会变得很哀怨 然后就会有那种说不明 道不清的那种无名火 然后对象是谁 对象呢她是这样的 她其实是个宠窝子 不敢到外面去跟人家生事 她要在这家里消化了 就是谁对着我来 但是因为她没有办法 把这个火撒在你身上 她不敢嘛 对 就是她就去找你妈妈 来算这笔账 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要想把它给调整顺了 很简单 就是关起门来 只有你们两个人的事 你要下一点功夫 再有她现在生病了 我们对她要有一些仁爱之心 你要对她尽人道 我觉得再也不要在你们家出现那种 你们一家人 对她形成何为之事 这样不好不厚的 我不是说在这说父母 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你 在那举着那杆大旗 你父母不会在那 蹦着的这么起劲 不要在你们家人面前 让她难堪 中国有句古话叫 当人叫子 背后叫妻 你要想调教她 回屋里关上门两个人书 给太太出一个主意 要修补你们家人的关系 我要给你一个最省力的方法 大家都不用改 因为都是一把年纪了 改起来不容易 跟婆婆之间 我觉得你调整一个想法 就是你可以不喜欢她 她用不着非得喜欢你 你们不用都指望一下 我给对方一送的 就送到对方的心窝子里 用不着做这样的事情了 因为其实都上了主道 伤了和气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忘了的 就是我们跟长辈相处的时候 我们最期待的礼节要有 那个东西是什么 那个东西是我们 从娘来的家教 我们不能让人觉得 我们像个没娘的孩子一样 没有家教 好吗 这大姚碧呢跟我一下啊 你们俩 你们俩也看着我 跟我一下 这个你们俩也看着我啊 这个 这位女士你告诉我 我刚才去干什么了 因为正好那个 苏小姐的那个 那个档我没看清 我手里刚才去的时候拿笔了没有 没拿 没拿 现在手里为什么多了一支笔 哪笔 你认为我去干什么了 可能要紧一些东西吧 我不是让你猜谜 我更不是想故意掩盖什么 是因为我平时在上场的时候呢 我是不戴眼镜 我这个眼镜呢 是个多用眼镜 是个平静 我上场的时候呢 我就很后悔了 我说哎我怎么没把眼镜留在那个地方 我一直想 谁说话的 我找个机会 要把那个眼镜给放回去 我去放眼镜的时候呢 我故意让你看 我拿回来的是一支笔 其实这支笔对我来讲没什么用 但是我不能白白看它 于是我拿了个笔 其实做演示的 我真正的行为是去放眼镜的 但是您无论如果你看不出来 我是放眼镜 您看到的是我回来拿了一支笔 如果我拿笔的过程当中 我过来正好扎了一下 他的腿呢 我就要问你 我刚才干嘛了 你一定说 我拿了笔扎了笔老师的腿 但实际上 明明的那大腰笔记录了我过去 就是把眼镜放那了 我想跟您说什么呢 你不需要看清楚 你不需要管他干什么去了 如果你非得说我干什么去了 你一定看清楚再说 否则的话就把你气死了 对 所以你对你重合的态度 他明明是放了个眼镜 你非说他扎了腿呢 你婆婆不干 你婆婆说我去放眼镜了 知道吗 那个大腰笔看得净净如敌 我去放眼镜了 我拿这个笔呢 我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为什么我拿这个笔 我打他我也不知道 不要猜疑 他就会跟你较劲 我明明放眼镜 你非是我拿笔了 可是我确实拿笔了 但是我真的是放眼镜了 犯不着 管他去拿笔了 还是放眼镜了 那跟他没关系 您就看好你老公干什么了 如果他再打你 再弄你 你上法院告诉他 正好在理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你犯不着 非得盯着你婆婆 说什么了干什么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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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是什么 一 把别人的钱 装进自己的口袋 二 就是把自己的思想 装进别人的脑袋里 所以呢 你如果还是 以往的方式 方法去处理问题 那可能来的这个目的 就没有达到 最后这个家就彻底破裂 刚才有一句话 就是 你说你们俩之间 谁的责任大 你说他有99% 我觉得这话就不够可观 我觉得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 但是你这个口快 给你惹了很多的祸 得罪了很多的人 甚至是你周围最亲近的人 所以以后我们在这个 说话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这话是不是太伤人了 在这个方面注意一些 另外的话呢 我觉得心态要注意 多赞美别人也多 认可自己 我觉得你是经过一场大病 可以说是死里逃生 今天你站在这儿 首先我得祝贺你 因为得了那么重的病 现在状态总的来说还可以 非常好的一种情况 就是身体方面 那么其他的精神上呢 我觉得你在努力一些 对自己宽容一些 对别人宽容一些 生活就会更好 这个人到一定的年龄 就得想明白一件事 什么东西对健康对活着有好处 咋就怎么做 大概2000年和2001年 那时候我做一档健康类的节目 当时我采访了一个老先生 这个老先生我那年采访他的时候 他72岁 他在50年前得了淋巴癌 大家要知道啊 50年前在那种医疗的条件下 因为那时候生活肯定没现在好 基本上被判为死刑 你明白我意思吗 被知道这个得病的时候才20出头 刚刚结婚 但他的情况是什么呢 他是倒插门 然后呢这个女方的岳父岳母 对他非常不好 觉得你没有钱到了我们家 所以他对岳父岳母特别恨 可是当他躺在医院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 也许我的生命就倒计时了 他说我当时就给我自己想 我假如就能活三个月的话 我怎么活 于是呢 他就转变了一个态度 而家人呢也觉得他不行了 所以家人对他呢 也就客气了 结果 他们这都一客气吧 这并没事了 就说人生病 但人生病 有的时候他也是 让你彻底重新看待世界 看待人生 看待生命 一个过程 可是我发现 你生病了以后吧 生病了之后 当老人去看你 我第一句话 注意啊 我当时问你第一句话说什么 我第一句话说 你们怎么能带小孩来呢 不让你带孩子 为什么懒 在那种情况之下 谁来看你 咱都感谢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你还想得了那么多吗 带吧 你有五个孩子都带来吧 也许我的生命都会有问题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再看我都高兴 孩子要把日子过好 对了 小孩子要成长长大 是 你说小的时候 他给孩子挂住 说没爹 没姥姥了 没奶奶了 你说孩子长大之后 这个青春期到来之后 一折腾 我跟你讲 最后受罪的是谁啊 你的儿子 对不对 主持人啊 闪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 就是当您心中有爱的时候 当您把您心中爱给别人的时候 别人会还与您爱 加倍的 当您把别人的对您的不好都累加的时候 您肯定是气 这个气忘不掉的时候 爱就没了 被排解掉 所以呢 忘掉别人的对不起 然后呢 记住人家对自己的好 这样的爱会重生 然后周围的关系自然就改善了 身体自然就好了 听听 你们讲没啥大事 没事 就是人与人之间这个处理问题 小猫的人 你看我刚才说这个 我去放眼镜了 他就不知道我放眼镜 他没有看清楚 没有听清楚你说啥 他就忘下结论呢 气着的是自己 我接下来我要告诉他 我以前难受我得扛着 我现在难受我下去吃点东西 我看看两个老人我挺高 对不对 人就是这么简单 您千万别自己嗝 先给自己嗝气瘦 我觉得很多时候 不是说别人给咱气瘦 是咱们自己想着想着 把自己给气着了 然后您婆婆刚才公公 上台来讲那几句话 我就发现 这老两口吧 属于那脾气特别直 有些时候说话 可能真的是嘴比脑子快的人 他这话一出口 已经给伤着了 但是他自己 还不知道什么事 但没关系 咱们可以说 有些人会觉得说 这样的婆婆的话 反而说这个挺好相处 她挺简单 她想什么我都知道 要换一个那种心思 特缜密的 她说什么 你都猜不透她在想什么的 我觉得您更累 各往各的好的方面去想 别老坏的去想 你干嘛老气自己呢 尤其是你 你一待会儿 你再不说这个儿媳妇 老说谎话都不说了 你 妈妈要是拿做的不好 拿话你别往心里去 以后咱这一家人 好好相处 你有个态度 这个事就解决了 你明白吧 我明白 这不就以后 这个大家一凑合的见面 因为那有不住的一块 互相一凑合过去了 关键是你儿子 以前我听别人讲课啊 就说 早上起来 唰一拉窗帘 就像今天一样 阴成个天 然后呢 有一类人就会想 真烦阴天 有一类人就会想 呦 天晴得太好了 今儿能凉快点 就两种心态 就是两种人 我跟你讲 我曾经看到过的一个情景 就是 我女儿她们学校 在开学典礼的时候 我那天呢 记错了时间 所以我早到 我就发现 大部分的家庭 至少都是有一个家长 陪着孩子来 很多的家庭 是很多的家长 比如父母 比如外国和奶奶 爷爷 所以呢你能看得到 有的孩子的身边 是有一大群的人 然后有的孩子 在我正好在我的视线 正中的这个孩子 没人陪他 他就由着这个内容 这样的一直 老是在上面讲话 别人表演节目 然后他就一直到处乱看 低着头 你能感觉得到 他那个小身子 其实诉说的是 我怎么觉得我这么可怜 都没人喜欢 我想你是疼你的孩子的 别让你的孩子 变成一个奶奶不疼 叔叔不爱的孩子 他要是给你有个态度的转变呢 你可得用我们的话 就接着 对不对 过去就完了 对 一些脚子 不解决这个 经过王导的一番劝说 公婆二人对于儿媳的怨恨 化解了很多 带着令人欣慰的结果 王导回到了演播室现场 那么场上儿媳的态度 又会怎么样呢 现在王导呢 回到了现场 他跟您的婆婆公共交流了一下 你估计公共婆婆态度是什么样的 三个情况 一个是把我给骂出来了 还有一个是请我坐下以后说 你帮帮我的孩子们嘛 他们不容易 还有一种情况 说是不管怎么着 他们家的事我不管了 我过我自己的日子 你估计这三种情况是哪种情况 第三种 第三种 为什么这样猜 因为以前就是说 虽然他没有直接介入到我们生活中来 但是他那些话呢 也都实际上已经进来了 为什么不是第二种 因为他们家的情况我太了解了 我第一反应是第二种 他们应该说比我说的第二种情况 还要客气 老人对我刚才走过去放眼镜的这一个测试 这个心存无比的感激 所以是你能这样想的话 反而我想跟他们说 很多话说的是不到位的 我确实是农村人 我也很说了很多过激的话 甚至老人刚才说 如果儿媳妇给他个机会 他愿意向你说声对不起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也退了 但是我每退一步他都要进一步 就是当主持人派我去跟老人交流完之后 我跟你带回来这么好一个消息的时候 你应该顺着这杆赶快往上爬 对 这就是聪明的女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想测试一下你的这个调整能力 就是说我们话说到现在 你依然还认为老太太刚才说的话 是虚头八脑 还是你觉得她从内心也希望做调整 我所说的这个调整来自于我 刚才跟他们的谈话 我把你的儿子 也就是他们的孙子 将会发生什么样可能的情况 我给他讲了一遍 我也把你儿子发生情况以后 你儿子的爹 他们的儿子 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也给他们讲了一遍 我更把你和你的丈夫 如果继续这样生活 会给他的儿子 又带来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总而言之 你虽然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但是你的丈夫 可是他们亲生的儿子 他们为了他的儿子和他们的孙子 他们也愿意给这个儿媳妇让一步 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实您现在的态度决定于他的态度 就如果他先做了调整 你调整肯定没问题 我说的有点道理吗 先生 刚才那么多专家讲 你觉着你的问题大吗 我来这节目之前 我自己也知道自己有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在哪儿 我看不到我自己的问题 那现在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你回答我 你那个时候跟 不管什么原因 在老婆得了那么重的病的情况之下 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合适吗 不合适 特别不合适吧 那你看你 你看我一说 他就很难过 你看白老师在干嘛 你还笑呢你呢 白老师在干嘛 你看你在干嘛 安抚一下 你那首歌得有点勉强 没有内心的那种关切 演播室现场 李女士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痛哭起来 她的眼泪 是她向丈夫祈求恋爱的表达 是她这十几年来 心中所受委屈的宣泄 同时 同时也是她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 从你逼着我灵魂到顶床上 你要扶我一把灯火 我一听下来我都没掉过 我出院有你们谁问过我想吃点什么 跟我做点什么 没有 我 这样啊别着急 我觉得这样 这位女士呢 特别需要去发泄一下 当然 特别需要 所以那个 这是在治疗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对 特别好 先生我觉得这些你都在听 所以我给你们俩一个空间 你就让她好好的发泄出来 你要答应我 这是咱们最后一次发泄 她到观察室好好哭一下 十几年来 李女士与丈夫都是佯装着很幸福的样子 出现在众人面前 内心的委屈却只有她们自己知道 你那么久我在外面 我都不敢说你一个不说话 就想来 咱们在外面眼泪是不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家庭啊 这种委屈来自于她们 对于近在咫尺 却又远在天涯的那份幸福的渴望 你说在我最需要关心 最需要安慰的时候 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问问你自己 你老说我脾气打 我脾气打 我脾气打怎么来的 也都是因为这些来的 我只要依据你的 你的安慰依据你的刀劲 你从来没有过 尽管生活在同一屋檐之下 但是貌合神离的生活方式 让心与心之间的交流 渐渐离她们远去 恋爱时的那份悸动 也荡然无存 可是我每一步 每一次的让步 你都进一步 你从来没有让过 我真的过这种日子 我过得特别烦 特别累 呼吸与眼泪 是这个渴望爱的女人 心底最高亢的呐喊 沉默 无言 是这个憧憬幸福的男人 最真实的表达 怎么样 哭一会儿舒服了吧 婚姻就是一个永远没有说法的东西 婚姻就是闭着眼睛往前走 连半只眼都不能睁开 都闭着眼睛 你这个想这个过程 就把自己就整惨了 没有 没有机会 非得让她 告诉她的妈妈应该怎么做 说一千道一万 就是把自己的烦恼自己推开 让自己有个健康的身体 咱放下一切 跟着我过去 跟老太太说声 别往心里去 这事咱就过去了 这事咱们过得好多 好不好 咱过去现在给老太太见个面子 好 嗯 老人家 儿妻过来看看你们 好 好 妈妈近点 对是 庆史 庆史 多大事 咱也别往这里一起 我和你坐着又有八卦的 我和你一小子 和和母母去过日子 是吧 你和国家到的 春节都回去 咱也找着 打一个孩子的待会儿 多好啊 对 拜拜 这一幕让我们想到了 当初儿子许下的那个愿望 看到她的愿望实现 我们由衷的替她 目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谁在说 今天这期节目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我们一对年轻的小夫妻 最近呢 因为工作的事情呢 出了一点小矛盾 而这个小矛盾呢 又让这爸爸妈妈非常的着急 接下来呢 让我们请向今天的当事人 首先上场的是 公公婆婆婆和家里的儿媳妇 掌声有请三位 看到你们三个人坐一块 我想先问问这婆婆 这儿媳妇满意吗 满意 真满意啊 真的啊 那您来这干嘛来了 跟儿子有点问题吧 跟儿子 也就是说你们俩 携起手来跟儿子 嗯 战斗 在这个儿子的这个问题上 你跟这个儿媳妇 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吗 嗯 对 其实前面我卖了一个关子 现在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 和现场观众都不明白 我在说什么呢 这位母亲说跟儿媳妇很好 可是儿子她做的事情 让她不理解 这个儿子到底做了什么事 我老公就 就是硕士毕业之后 硕士毕业 对 是北大 北大硕士环金工程学院的 北大的一名硕士 对 毕业四年来 就是 一直在啃老 最近又 想出了一招就是 卖粥 我觉得 就是说 对于我们现在的家庭情况 或者是对于它自身的发展 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一个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她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对 对 你是这样想的吗 对 这个妈妈是这样想的吗 嗯 觉得挺 挺不可理解的 嗯 她准备长期卖粥吗 嗯 作为她的计划 我们听了一下 应该是这样的 嗯 她的计划是什么 她还想做市场 嗯 搞营销 嗯 还把她的这个卖粥 这个事情做大 肯定是做出一点名堂才行 她想把卖粥的事业做大 你觉得有可能吗 挺不高谱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粥小本生意 好像进店 你连租金 可能你挣不回来 没准万一 你这儿子将来 就成了全中国著名的粥王呢 不可能的 这位爸爸一直在说不可能 嗯 为什么 他卖粥太多了 竞争很激烈的 他旁边啊 多了几摊粥 更不 那小车推小车的 多了几摊粥的 多了几摊粥的 竞争啊 啊 完了也受一些冲击啊 我觉得他 就是说 就是说不具备 这些卖粥的一些条件 比如说 他没有做过市场调研 就是说没有 系统的做一些规划 他所卖的粥就是说 就是挺普通的 大家都会熬的那种粥 另一方面我觉得他 就是说做这种 做这种事啊 就是比较慢 就是说 没有那么 利索 对对对 也就您认为 他做粥没优势 不适合 可以这么说吗 不适合做粥 这个老公呢我还没有见到 但是可以听得出来很优秀 因为我们要知道 北大的环境系呢 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考的 而他在那里呢 考上了这个硕士 而且顺利毕业 关键是 我们觉得就挺棒的 可是现在呢 这小伙子 就迷上了 卖粥 关键 他卖的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旁边悄悄看过 见过 他都跟他去卖过 感觉怎么样 动作比较缓慢 他成粥的时候 不够熟练 对 不够熟练 他是不是这样拿个粥 然后一咬 是这样吗 差不多 差不多 我们也拍到了这个小伙子 卖粥时候的一些实况录像 我想大家可能都特别想看 这样的一个北大高材生 怎样卖粥呢 紫米小米八宝 皮蛋瘦粥 紫米小米八宝 皮蛋瘦粥 小米紫米八宝 皮蛋瘦粥 小米紫米八宝 皮蛋瘦粥 小米紫米八宝 小米紫米八宝 小米小米八宝 皮蛋瘦粥 一辆三轮几个瓦罐 就是小熊卖粥的全部家当 笨手笨脚 憨态可居的动作 再加上并不专业的叫卖声 一看就知道是个摆摊的新手 可是在他的身上 却有一个十分光鲜的头衔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从小到大小熊勤奋好学 成绩优异 一直都是家人的骄傲 小熊硕士毕业后 因为其优秀的个人素质 加满心希望他能抓住这个机会 为了家庭安心工作 可是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小熊竟然放弃了 诱人的工作机会 摆起了周摊 就像太阳 开业了 其实绝对不靠谱 这么高学历 到哪招工作 挣点钱 然后过日子就行了 凌晨起床 五点熬粥 八点出摊 十点半收摊 小熊非常规的生活方式 使得最近家里的气氛变得格外紧张 家里面人都是很 对他期望值很高的 因为他学历很高啊 所以大家都说 他是一个能读书的人 搞科研啊 搞研究啊 搞教学啊 对他来说都是很适应的 所以的话 大家都没想到他会做这种事 北大硕士卖周在外人看来 或许更多的是新奇 可是小熊的妻子和父母的内心 却充满了伤心与失落 你觉得他走出这一步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的你还不支持他 但是我要从整个的家庭角度 就是着想 你会不会有点心疼他 看刚才这个片子 其实刚才最后一个画面 是妈妈的一双眼睛 妈妈在看远远的在看那儿子 在怎么卖粥 这个眼神里 我觉得写了很多东西 你们就这一个儿子吗 对 爸爸你是第一次看吗 对 从来没见过他卖粥吗 没见过 那你告诉我 你第一次看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这个卖粥嘛 应该不是他唯一选择 心疼吗 心疼不心疼 这个我心里面呢 也是刚刚他妈妈说的 得让他锻炼锻炼 这样的苦都吃了 以后还有什么苦吃不了 那不停 那就你支持了是吧 我这个呢 就是无奈的支持 无奈的支持 妈妈心疼吗 心疼 从小没有吃过苦可以这样说 都是比较顺利的 因为他是好孩子嘛 学习一直都是很优秀的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我们基本上就是 小时候操心的多一点 完了后面他自己学习的话很努力 也不用我们操心 所以他考上重点学校都是他自己奋斗的 好 来帮我推一下话筒 您好 您好 这是您吧 是我 我就估计我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你那周一下供不应求了 估计一天得卖200杯 希望如此吧 我就是怕你的周卖的太好了 到时候你妈妈该怪我了 让你解决问题 你结果让他卖周越卖越上演怎么办 这样对我来说当然是好的 可是我发现那天 我们拍拍摄的时候是把所有人都混开了吗 怎么没有一个人买你的周啊 可能大家都比较害羞啊 不愿意上电视啊 对你喊的是什么 能告诉我吗 紫米小米八毛皮蛋售的周 你这样隔着镜头 我现在有五位顾客 你大点收 看我们有没有人要买 小米紫米八毛皮蛋售的周 健胃健脾补学补气的都有啊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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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什么 继续 传统公益拒绝添加剂啊 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能不能开分店就靠各位顾客啊 这词是你自己想的吗 是的 别人跟你喊的一样吗 别人没听见喊呢 刚才他这么吆喝了一下 假如各位在你们小区门口 有人这么吆喝 毕老师这周你会买吗 不会 不会 为什么 从来不买外面的周 都自己要 白老师会买吗 如果正像他所说的是没有添加剂 而且他的工艺是让人放心的话 而且他又有执照的话 我可能会买一杯试一试 好 如果这四种周你会买哪一个 他缺一种我需要的 您需要什么玉米茶子 对于男士来讲 见脑不慎 黑豆粥 对 好 现在开始给你出主意了 舒芹 说实话 我倒经常从外面买吃的 因为懒得做嘛 但是刚才听完他那几句吆喝之后 我就不打算买了 我觉得这吆喝的太没底气了 感觉这粥像偷来的一样 蓝石瑜 我觉得他穿这一身啊 就感觉这个粥不像是从他手中熬出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他那种吆喝 我的信任度应该非常低 我不会买 好 那我想问 这粥是你老公熬的吗 是 确认吗 对 每天用多长时间熬粥 三个小时以上 几个火开着 两个火 熬的粥好喝吗 你们喝过吗 喝过 好喝吗 还可以 但是你们知道 你儿子如果碰到那种 就是顾客 比如这顾客呢 可能还有点小脾气的那种 像我这样的比较挑剔的 你估计你儿子能招架了吗 他可能懂 对 您觉得呢 妈妈 我觉得他会回避吧 回避 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他会回避 为什么一致这样认为 他就是说与事无争呢 就是说不想跟人家争认太多 他要这个心态 他永远做不了大老板 他这分店 我估计这些辈子是开不起来了 但是事实上 是不是你们想的这样呢 我们也拍到了这么一段画面 紫米 小米 皮大瘦肉粥 大老粥 这三个都不甜 不甜 你是哪种啊 都不怎么甜 只有一点点甜 我不要 这个是不甜的 就完全不甜 只有南瓜本身的甜味 南瓜 南瓜 他往下来 对啊 要几个 二十个 不加糖啊 我不要 我增加食吧 我增加食 这是什么啊 这个是那个紫米 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 这三个我剩一个勺子了 没关系啊 我帮你不要了 你们觉得他答对的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发现他只是做了普通的硬答 并没有提升 我看到了几个问题 比如说他为什么没有戴手套 如果他戴的手套 如果我去买 我会觉得看上去很干净 人就吃一个心理嘛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感觉而已 他什么时候开始想卖粥的 大概是半个多月前吧 半个多月前 卖了多长时间了 差不多半个月 卖的怎么样 需要起早贪黑吗 这个工作 需要 他一般他就是 他是这样想的 就是说晚上熬粥 然后第二天早上去卖粥 然后卖完粥 大概十点钟左右 他就没有试做了 他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 那白天这个时间 他就可以看书 他是这么想的 他有继续深造的想法吗 有 读博士 然后呢 他就说 他说这个工作适合他 他可以长了白天的时间来看书 有时候还得去上课 考博可以甚至先缓一缓 因为这个刚起步 他可以付出更多的时间 但是现在是这样吗 但是现在因为刚开学 还没有课程的话 可能还没安排出来 所以他现在他就是白天自己看书 好 今天我们知道在现场呢 有先生的同事 您好 您是他什么地方的同事 放一份工作 你跟他是很好的关系吗 不错 不错 不是一个部门 但是接触还不错 刚才您看到他卖粥这个过程了吗 看到了 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见面 他说了这么一句 我以为他是开玩笑 所以我刚刚看 你在看的时候特别认真 是是是 因为你觉得不太 好像不太可能 对啊 昨天说的时候我还觉得 可能还是一个 想法 挺好的一个想法 我给你们讲一个数字 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拍摄 我们发现他从一个人跟他说 这个粥怎么样 这个粥怎么样 到他把这个粥咬出来 到他给他装上袋 拿上吸管 然后把钱收了 大概呢 需要一分半的时间 一分半啊 但是我们呢 也去别的摊上去看了一下 我们发现呢 这个在熟练的这种 他们差不多十秒钟就可以搞得定 说实话啊 我最理想的就是 站街边 卖大碗茶 卖大碗茶 我觉得特别好 而且就像他们说的 能够支配时间 可是我觉得我卖不了 是因为 人一多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拉不在那个脸 有一点 他肯定会要克服一些心理上 对于一个 从小这样环中长大的孩子 白老师 您试想一下 你觉得他是不是挺难的 张这个嘴 如果他将来的职业 确实是卖粥 我现在怀疑啊 他能不能坚持下去 如果将来说 我这个去赚钱 确实做得很大很强 开了分店 我觉得非常难能可归 现在人们的观点就是说 北大研究生 就应该去做北大研究生 该做的事 这种观点是错的 对 有一个小伙子很像他 这个小伙子也是 某高校的一个学生 大三的时候 他就想创业啊 那个大三了 马上要毕业了 而且他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高校啊 因为他就在门口啊 开了一个凉面馆 但他总办不出那个味儿来 他就开始自己 买一家店里当小工 当了半年小工 全部偷学会之后 开了一家凉面馆 他就在各大高校门口开 就是学生的朋友 然后他招的所有的员工 全部都是大学生 就大四的学生 大三的学生 利用假期的时间去打工 现在我当时采访他的时候 大概开了有十几家分店了 回来问这位妈妈 请问你这个儿子熬粥之前 有没有去粥店学习过 没有 那他怎么回熬粥呢 就是他回到我们家里面 他也是爱去到处去尝 到处去吃 我那时候卖这种甜品 甜品就是粥的 甜粥 我自己平时在家也会经常熬汤 你告诉我 你老公自从卖粥开始 闹心吗 闹心 为此事争吵吗跟他 争吵 你们之前感情会非常好对吗 对 但是这事你觉得破坏感情了吗 有一点吧 就是一种不太安全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老公年龄挺大 就是说已经三十岁了 从话说得好三十而立 但是他现在就是说 还没有自己的一份事业 然后我觉得对于以后 这个家庭的稳定 他之前做什么职业的 公益组织的一些职员 好做那个职员大概收入多少钱 三千块吧 三千块 他现在能赚多少钱一天 一百块 六七十 爸爸你觉得儿子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 那一周呢他想是有一定的经济来源 完了呢又想搞一些公益 完了腾一些时间来读书 然后考博 我们就很难集中这个时间来 可能两样都干不成 我想知道你担心不担心 因为这是儿媳妇跟他弄翻了呀 担心 很担心吗 很担心 别之后什么都没得到 对 家也给破坏了 哎呀这个事情是存在了 他不在吵架吗 在我们面前没什么大吵 但是呢他呢把这个事情弄不上来 目的呢就是要他断了这个念头 我就说不怕 让专家给他说服他 支点招 你学这个你就做这个 这个呢他又很迷那个哲学 他很喜欢读那个哲学 他非要读那个北大的那个哲学 博士吗 博士研究生 而且是西方哲学 我们看那些都是一头雾水的东西 他都喜欢看 你回到家他们就和我吵这个 我又挺烦的 就是如果他们不在的话呢 可以啊比较安心看的时候 所以你们希望我们说服他 但我担心万一最后节目是 我们一起说服你们怎么办 但在我们的立场 可能你就帮我们说服他 这个事情应该放弃 我们的最终目标 一定是让他做他自己能做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你们现在的方式方法 只能让他孤行的去做麦州哥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们的方法出了问题 明白我的意思吗姑娘 明白 没关系 听听这个小伙子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 好不好 请你们休息一下 掌声有请 丈夫 您先站这儿 你把这粥给吆喝出去 我这有一定难度 没关系 紫米粥皮蛋瘦的粥了 小米的和八宝的卖完了 我刚才摇喝过了 这是我刚才摇喝过了 摇喝过了 不是你这卖完了还要跟解释一下 说明我生意好吗 生意好 意思就是说只剩这点 原来大家都没看出来 是啊 可拉王费心了 他去买个勺子都买得不好 刚开始买的勺子 摇好几勺 他倒满那个杯子 所以后来被谁买 后来就我给他买了 你觉得学历和职业有直接关系吗 没有直接关系吧 没有直接关系 一点都没有吗 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因为也要看自己的一些 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吧 你觉得你有这方面的知识吗 有一定的知识 比如说什么欧洲是吧 这个核心技术我觉得还是有的吧 欧洲要什么核心技术 对你跟我说说 你跟我说 我从九岁开始欧洲 熬了这么多年了 我听听你那核心技术是什么呀 你怕人家不能泄密啊 欧洲的核心技术梦谁呢 欧洲的核心技术有米有水 核心技术就是 不含任何添加剂 这不叫技术 它可教条了 特别教条了 那个我请问 你这个周 跟我们吃的别的店的 皮蛋瘦肉都有什么区别 我告诉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是硕勺的 您说什么呢 您这个是固定流程固定比例吗 是的 固定配方吗 是的 这肯定 您这配方有什么讲究呢 无添加剂吗 不是告诉你吗 核心技术那是 您那个只是 咱们说的绿色食物的一个条件 我想先问你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啊 这个既然白老师问到这了 你有照吗 目前还没有 最初怎么想起来卖粥 怎么不卖馅饼啊 我没那方面的手艺 我对卖粥的还是有点信心 为什么你觉得你有卖粥的天赋 相对于其他来说 我做这个能做得好一些 能做得好吃一些 北大读的大学吗 本科 没有 在北航 然后硕士跑到了北大读的对吗 读的什么专业 环境工程 你是跨行业了 对 但是 你这卖粥的确跟这三个行业都不太相同 他确实不适合做这样 确实不适合 他不够圆滑 毕业之后 做了几份工作 做两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是 环保组织 地球村 第二份职业 也是环保组织 在自然之友 这两个方面都跟你的研究生的专业是相符的 对不对 对基本上是相符的 为什么不在那工作了 怎么说呢 尤其像北京这种城市 找一份全职的工作 每天早上八点钟起床 在路上花了一个多小时 到了工作的单位 九点多干到晚上五六点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了 要不然加班呗 加班就更长了 那回到家又要一个小时 你对这样的生活状态不满意 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份收入更高一点的 因为你北大的硕士 我觉着你找一份六千块钱到八千块钱左右的工作 如果有一定工作经历经验的话不难啊 我这方面倒是没有尝试去找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难还是不难 那你为什么不找 而去选择了卖粥 我觉得首先啊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 我只是觉着卖粥这事 你做了一个你非常不熟悉的领域 我心想他一般就是想的事情比较多 想的点子比较多 但是真正的实施起来是特别慢的 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呢 就是没咋 他已经在 就是说没有告诉我的情况 他往上订锅了 他大的我就扔瓦钢锅 一百八一个 在家运费六十 卖粥只是一个初步的东西吧 一个就是说 我从差不多去年的这个时候吧 就离开自然之友 然后准备考博 完了到今年这个时候才开始卖粥 已经差不多一年时间没有工作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对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心里是挺 其实是挺不舒服的 你在啃老 对可以这么说 啃老啃妻 对对 他既然不是干 就是说干这个的料 就是说这些生意啊 他不是干这个的料 你就去说老老实实的 把博士读完了 你当个老师就得了 你当老师的同事 你愿意干点啥 你就干点啥 我就这么想了 自己至少要有点收入吧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说就卖粥这个东西 能够在业余时间有比较长的业余时间 我可以看书 然后以后再去考博什么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的这个哲学博士考下来了 你也很感兴趣 你还会卖粥吗 我还会卖粥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吧 你到底打算不打算 用你自己学的很高的这个学位 来养活你自己 这是我的问题